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民学派间不同经典脉络传承 以及个别哲学家所关注的层面不同 因而会比较复杂 但是老师提出在公理论中会有四个 贯穿所有工作论问题的基本形态 就是本体功夫 功夫自定 具体操作方法以及境界功夫 其中本体功夫是心学常说的主旨 就是纯粹化主体性物质的心理素养功夫 它是三教共有的 也是因此就容易被 因为形式的一种分物解 由人类心学和产中的心法 它有所误解就是以为不包含新概念的功夫 这不是本体功夫 实际上一传中的成立自信之力 大学格务之之 以及成立主经 这些差弃寒养 持守 励志说的都是本体功夫 功夫自定讨论的是 对功夫操作过程中 对不同功夫概念项目之间的 先后本末次第 是大学艺术中特有的 成立关心下车上达 海洋茶匙先后 都是属于功夫自定的问题 具体操作方法是 若是在生活期间中提出来的 本体功夫的具体实践方法 项目比较多 而且不断创新 比如进座读书方法 读书诗读读等等 本体操作 若是 若是 若是到圆满状态之后 都是最高境界体悟的 境界功夫 境界功夫 可以不谈自定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都存在一个 随着随人承诺的提升 逐渐 存在得入手 先后次序的问题 朱熹对大学功夫论的诠释 谨守着大学本身的 功夫问题脉络 是朱熹功夫就最第一主轴 也是朱熹唐论功夫的理论 常用的节奏模型 与朱熹其他 经典传统功夫的意见 导致对于致性 并且相比于 王安宁从本体功夫下手的方式 更接近于原意 朱熹分手段解析了 朱熹在大学功夫四地 进入的存世 第一是大学小学的 宗旨定位的问题 区略于8到14岁时 通过小小民队等生活实践 涵养了基本德行的小学阶段而言 大学时15岁后了解 天下国家运作规范 以便治国平均下均用的阶段 并且要先知后行 之二后行 施行合一 第二是 朱熹根据四部经典的理论生前 以及问题检测 建议了一个在文学技术经典中 大学学习的四级 即先大学下入文语 后梦子最后中庸 因为四书有各自的特殊问题历史 朱熹就指出四书他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尽量是 应该方面能够贯通存备 而且朱熹从未主将过几度数 而不去切实实践 他讲明那几度数不实践的话 是无法受益的 然后第三 大学是一般人的下学上压工夫 是一般人的日常工夫理论 一般人就是责偶人 包括为达圣贤境界的凡人 以及圣贤范妹 日常是区别于 是非对错 对恶关键的这种情境 朱熹认同自治好的人 可以跳过穷里 格务自治 直接抵达圣贤境界 但是自治独立的人 是往往需要通过工夫积累 以至于以期圣贤 同时下学上压工夫 也可以包括圣贤范妹 因为圣贤的设量境界 曾经也是从这样的 技术功夫积累起来的 并且自己想要 下学上压工夫的目标 在于治国平变下 而不只是指于 对人的修设量而已 第四 大股大项目是谈工夫 和中央工夫四地问题 明确工夫四地 是为了给一般人提供 提供成圣贤的着手办法 而且工夫四地中每一项 都是要经过 自我身心锻炼的本体功夫 并且功夫四地 与本体功夫一样 同属于工夫理论 第五是格物置之 是霸项目中一般人 随二为圣贤的活动 发端的方向 格物置之虽然是两个概念 但实际操作时候 却是一个动作 格物是置之的时间落实 为了防止 为了防止格物的旅界 流入于空泛空里 出席并没有用 一转中格物主理的概念 老师用了知识来宣布 强调格物必须 不离限制事物 同时也包含着 主体代理自觉的 新兴力动 格物之虽会伴随着 日常生活 逐渐加深圆满 最后还是得落实在 主习上 也就是老师第六人所说的 格物之虽的概念意涵 是其事明理 而你的落实可以 以推到第一为标志 第一就是自行合一 进行进行 这才是值得真正完成 也是诸习 全球大学 格制工资的完成意义 格制 格制神圣修集视频 是合同了 知识型共构的理论系统 常有 目前作为 公主次业的大项目 有致力之病 事实上大项目 并非是完全完成 意义上的世界次业 他认识前项工作 没有落实 后项工资 不能人满 不等于说前项工作 尚未进行 就不能进行下一项 兵序 在实际操作中 朱熹明确了 未知 明确主张 未能进去的时候 依然要不行动 而大项目的意义是 在于事物是否能够圆满完成 而不在于事件作为的顺序 加国天价式应该适时路行 极客实行 以事例为经营而不作为 不然不是曲解 就是一种逃避的行为 大项目虽然层次跟对象不同 但是任何一项都是 都属于是本体功夫 朱熹明确是开店时讲到的 主家一切功夫 无论下腿上达 动物建修还是经营的功夫 都是本体功夫 主家功夫的根本意志 也是本体功夫 而在主家各种存在系统中 对是否本体功夫的讨论 是一种理论的起初 实际上只存在 本体功夫和功夫次第的差异 朱熹明在助解大腿的时候 也已经说明 格物置之各项操作 还是要放到人心主体上来说 因此格物置之的过程 本身必然包含着欣赏功夫 格物置之下手处是在于 在目子 并且格物置之的完成意义 在于所知 真正落实到具体行动 和盖泽的注解一样 朱熹的中庸也有 公子次第进入的准事 其中本体功夫 是中庸本来就有的形态 而公子次第进入的准事 就是朱熹比较有特色的部分 具体主要表现在 威发海洋 威发查实 接自圣读术 以及尊德性道理 的三个方面 朱熹将中央的 以发威发书 除了有公布重点 不同的数据术之外 还在成为的基础上 更加测证明 威发海洋的本体功夫讨论 以及威发和以发 实际的相互促进功能 但是朱熹对以发威发的讨论 中心还有形上学存有论的问题 学建议也经常以 形上学存有论部分 掩盖朱熹 将来误解他的功夫的论件 老师想到 为了澄清文本解读 要将形而上学和 无故说分开讨论的话 那对朱熹的 未发学的涵养而言 朱熹所指的涵养功夫 并非是为了呈现 那个形象学的纯粹 至上等体 而是为了大致实 明练意识的公平合作 并且这种平时 海洋功夫和凝视时的准确 准确应对能力 是交互为用的 中央的切副圣读书 主席也做了公司语的区分 切副恐惧是 未发海洋的功夫 圣读是以发查识的功夫 但是在实际操作时 跟其他有功夫私立的 区分的概念一样 因为情境和心境 因为情境和心境在 随时随境转变 所以还是要 两意互通一起下手 朱熹对重用 尊责性道路贵的诠释 因为他曾经 就承认过自己 公布错的不够 但是这跟他的 尊责性及道路贵的 两意公布理论是两回事 与下马上会指出 朱熹 朱熹承认自己 公布做的不够 这件事实 本身就已经是在做 在做操作 准备工作实践了 然后陆香山 却将朱熹的反省 然后当做朱熹 没有尊责性的理由 这就是一种误解 实际上朱熹 从未受过不尊得性 而且朱熹以为 尊责性和道文学师 同手公布理论 两个不同面向 一个是该方向 一个是小细节 互相成就 不可偏费 朱熹的孟子诚实 既有走划心的 本体功夫进入 也有精心自信自天的 公布四个进入 朱熹种种有关 走划心的 本体功夫诚实和主张 都是预设着 主体的心上本体 和主体自作 主宰的功夫 在新学主 在新学主旨 并将提起 主体心的价值的次质 作为一切功夫的根本 若用新学主旨 朱熹是绝不会迅速于 向上论文的 朱熹对孟子 基心自信自天 存心养性自天 部分的公布四个进入 全市也是属于 他的创造性的 全市格局 其中有来自 存有论的概念定义和依据 也有以知为主 先知后行的 公布四个 但存有论和 公布论之间 并不重复 和并不重复 相对而言 存心养性事件 则是以行为主的 全市意见 但朱熹又在强调 说之必说行 并无割裂之行的意思 此外 朱熹虽然对 弄死了全市 因为习惯的 公布四个 全市模式 确实存在 个别语织 最可解释 不佳 但是并未曾 背着孟子的学说 然后结论方案 然后第八章 是朱熹其他 全市传统的 本体公布论 朱熹除了对 大学中用 孟子的经典之后之外 在以朱熹与类 为代表的 其他全市传统中 也有公布论 而中国学学中 公布论的形态 类型有 独家本体公布 和道家生理公布 两种类型 并且无论心理 心理公布 还是身理公布 都存在着 境界公布 公布四个 文学方法 具体活动的 等四个问题 问题公布 又有四种类型 混淆这些问题 和类型的关系 就会导致局限 中国之间的 中国之间的关键问题 也是做下于 对这些问题的混淆 虽然在概念表达上 只要是 心理修养的话语 形式 都是符合 本体公布的形态 但是概念表达方式上 本体公布 有四种类型 分别是 以下值一时的概念 直接说出的 本体公布 像诚意诚心 诚意知善等等 以描述道德实践主体 存有架构 及各存有范畴概念 来表达的 如手道 行道 清晰 用心等等 还有直接描述 纯粹化 心理意知的活动形式 如持守 力行 力智 整种具体的实践活动 读客组 读书 星座等 前两种类型的 本体公布概念 主要建立 诸细的经典层制中 而诸细语录中的发言 主要是 就第三四种类型 即直接描述 纯粹化 心理意知的活动形式 和具体的实践活动 所以在本章的讨论 就只要针对 二三四类 存有范畴 存分发注意 意知的活动形式 以及各种 具体修论活动展开 诸细以 存有论概念 背景大会的 命题 与走往心 曾经 曾经与去 人与等为重点 一些以 新概念功夫的 以新概念讲 功夫的进入 作为 本体功夫的主轴 也就是在 这个意义下 我们可以说 诸细也是 心思的形态 诸细对 孟子 注入 与求方心 概念的解析 便是以 本体功夫脉络 来谈的 而且 与 孟孟子 本体功夫一致 同时 诸细还认为 在真正做功夫时 操作存 是实际状态 求方心 则是理论 意义 同时 求方心 还是时刻积累 以渐进的历程 接近 而 旧习 习性的中继理想 第二个过程 儒家的存心 即是在心上做功夫 朱细 以理系说的 通用论基础 说存心 以孔子 居属跟执事 自己女人中 谈存心之法 以自有此生 把诚实维持到 所有时刻的 当下 在做什么事情 诸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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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细 与古生贤 相传的 教育 一致 天理和 仁玉 之间在 现象上 是常常 常常 应存的 然后 天理 天理和仁玉 的操作肖长关系 然后是 一进一退 一增一减 一存一亡 当你尽为功夫时 天理 天理自回常名 诸细也强调 功夫私底 作为一般人 都有手方法 同时也很强调 纯粹化 本体体制的 本体功夫 并且 欺博之强 力度之大 毫不迅速 以为入亡 诸细功夫认 操作方法 最常用 最核心 最根本的概念是 静 正是 隆文圣贤 古圣贤的 主要功夫 也是成名 最为强调的概念 在活动形势上 静的遗憾 包括 静为整体人 组专一等 同样也是 等体功夫 当静与义 概念临动时 静主义 的价值 义时 会有所收缩 到功夫 遗憾上 而静主 平时涵养之功 义主 临时 便义之效 此外 朱细常用的 齿静 义说 与主 静 静都是一回事 一种愿意 古人 没有这么用过 而不许 人人 持近之 也是一种 义气 不正 要所作圣人 也是 朱细在 纯粹化 主体意志的形式 提出来的 本体功夫 朱细通过 形象学的 心善 能说明 做圣贤 只是回到 人的本来面目 圣人跟 普通人之间 你的区分 就在于 是否切实实践了 本体功夫 而通过 时刻分辨 并且组行实践 便可以 达至 逐渐达至 圣人境界 在所作圣贤的过程中 经常会遇到 很多服务于 公众的事物 这时就需要 克服骄傲心态 避免以 获取 世俗利益 为行动的目的 因此在 维持方法上 要将 所学的价值定位于 位己 以求生 道理为 命理 在读书过程中 朱熙强调 切记功夫 就是读书 不但要 明晓知识 而且还要 进行 切记的实践体证 将其运用在 修习制品的 实践之中 诗的道理源头 也是一项 全身法 主体意志的 本体功夫 只在面对 事物 想要 确定 价值意识的主宰 周二以来 若实在 具体行动时 便不应有 试试验试 朱熙时常使用到的 要求做功夫 是对本体功夫的 再次确认 也是在不断说明 只有下着意识 而确定的情况下 然后明确了 操作方法 却不去实践 是不会有 任何时效的 朱熙强调 励志 是将学姚顺 作为终极 影响文章 为天下人 并且更重要的是 要积极 读行地 去做功夫 否则 只是以 圣贤自欺 却不去行动 或者不彻底的行动 便容易留于 自以为高人一等 通过批试别人 来获得优越感的误区 换行 也是 意识存化的 修缓功夫 主体之心 实施以下着意识 为行动的主宰 这样在行动时 都能够明确 方法 操作方向 不至于 不至于放逆 朱熙常说的 精神是指 提起 做功夫的 心智力量 是以主体的本心 来把心智 收敛在人力价值 的意识状态中 从而约束 这种 约束精神 走向的力量 朱熙说的 收敛 与静的意思相当 也是收敛 心态的本体功夫 并且 自备价值 朱熙 朱熙谈专一 往往于静的 工夫和 在一起谈 极专注于 眼前知识 特别是在 为灵事实的 专注入心 此外 专一还在 还在于 强调 在动向的 持续时间内 能够不断地 进行 在一直 灌注于其中 关于特定 修量活动中的 本体功夫 除了和 如家 除了如家的 家国天下之外 朱熙特别 讨论过的 有静坐 心事求有 科举读术等等 而是主要是 以静坐和持有 两个问题 作为探索 静坐是 与如火道 公补 是形式上 是类似的 在如火道 公补 活动中都存在 但是 火道 两家 对他们来说 是 达到 孙人 境界的 直接根本方法 在如家来说 则仅仅是 一个辅助 求人生心 凝聚立定 价值意识的 心理修养的 辅助工具 目的还是为了 能够 成绩明白 势力之后 更好的 服务于 家国天下 诗友是 本体功夫的 辅助性 Karen 朱熙以为 可以当作 像诗学色的 或者是 古生贤 或者是 君王 一些诗的 标准 极高 非常难 因此 诗的身份 可以留步在 五人中 十二女朋友的 角色交替 朋友是五人之一 独家服务 家国天下的 过程跟输入 需要和 同类相近的人 合作 这些人 就是朋友 珠熙还对 朋友相处 最大众 朋友有过失 以及进行 往来做了 处理方式的 说明 负责是 逐渐 舒缘 负责是 在金钱资助之上 用下 朋友有难时 然后 最后 这两章的 结论 主要是 从 理论 建构 以及 命题 主张而言 珠熙没有任何 治理 不限道的 天差 而 史上 对珠熙的 批评 应该是 没有论对的 文本 以及受到了 香山对 珠熙人格 批评的 严重误导 要不就是 对着 个人 天见 所致 还有珠熙自己的 修养如何 并不是 珠熙的 功夫理论的问题 也不是 光从 珠熙的 理论 作品中 可以得知的 事情 更不是 以珠熙理论 不精 不精纯 然后以至 人格 不到位的方式 为他理论 创建 可下定论了 然后过去 珠熙因为 与 俄路德文的 真命 要被塑造出 功夫之理 整体的印象 应该 完全改观 黄老师 我的报告 就告诉你 那 还有什么问题 那我就 第一个问题是 王安明他在对着 珠熙去格务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 误读了 格务的试图要求 他以为格务是要 从中联想到 形状上的理论 或者进入一种 有意乱乱的领路 然后通过一个主子 来贯同天下事的想法 因为他当时 就是格务很久 然后自己还生了 长大病 最后 走得一路所获 所以就是 如果从 珠熙的本意来看 格务应该是 比如或许 就是最为行动 指向的事 而并非 具体事物的 自然属性 或者他们的形状意义 或者他们的形状意义 甚至有了好几个 这个混淆 有时候就是说 王安明那个格务的那个方式 比较像静座 那个静座的那个 逐子末平 想要透过 冥想 禅定 获得神通 知道逐子的 什么客观的知识 这当然是完全 那朱熙的格务 当然也包括 孔子不是讲吗 我不如老龙 我不如老虎 你就去问老龙 问老虎 你就知道 怎么种田 怎么种菜 怎么养植物 这样 这是什么 这种客观的具体的知识 当你知道了以后呢 你种田 然后你种菜 你卖粮食的时候 童手无欺 那这就是一个 德性之之的 家务了 那因为大学 讲的 格务之之 是为了治国 治国平天下 那治国平天下 你要知道客观知识 是太多太多 所以不可能 不格务之之 你知道客观知识 专业掌握了以后 然后你去做这件事 你还得诚意诚心 所以你不能把它 用在伤人 这个损人利己 伤天害理的事实上 所以格务之之 诚意诚意 然后修习制 是一个很简单 很正常 然后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个理论 黄耀明自己用意过度 所以用这个 打坐的方式 企图透过冥想 禅定发生 不过之道 阻止的道理 这是黄耀明自己的错误 这是第一个脉络 第二个脉络 这个 以为格务是要联想 聊悟形容上的理论 具体的自然属性 和形容上的意义 这个东西 当王耀明在批评 朱熹的心理关系的时候 是理在心外 外于心而穷 那么以及包括后来的 当代的牟宗山 批评这个朱熹的 这个格务之之 就等于穷理 穷理呢 就变成研究行而上学的 这个理器关系的理论 所以格务之之的功夫呢 本来朱熹顺着大学脉络的 诠释是 总向诚意正心修习制品 一个很正常的理论 但是从中拦截 从中拦截 格务之之之 就变成穷理 穷理就变成研究 理器论的行上学 所以说朱熹的功夫呢 是子孙有不活动 朱熹的功夫 作为一种教育程序呢 那几乎就是 情于知而不去行 因为研究行为上的理论 是我们学习 现在在干的事情 本来就不是在实现 本来就在研究这个理论 但是研究这个行为上的 研究一物有一物的理 这件事情呢 就格务之之 城镇修习制品而言 也没有什么不对 因为本来就存在了 这样一个层次 大防热父子含义 这也是在研究这个 大防的理 不是在研究说 理器关系 什么东西的 具体的理是什么 什么东西的形式因是什么 什么东西的目的因是什么 什么东西 它能够做什么功能 然后呢 我再去使用这个方式 所以格务之之 穷理研究一世 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道 研究清楚之后 我拿去做去 这样也没有做 只是就每件事情都有 它的理的这件事情 上升了 冲向的思辨 进入了行为上 学的存有论的讨论 就建立了理器论 同理一太极 物物一太极 那像月异万川一样 或者是理一分输 等等 那这完全是纯粹是这个 存有论的讨论 那存有论的讨论 本来就不是公伏论 但是格务之之 存一存一 休息之理 本来就是公伏论 是公伏论理念的 公伏次第 并且没有割裂之行 之了以后 就是要去使 所以当诸希格务之之 求你又从理器论的 理这个 一物有一物的道理 讲这些 普遍原理存在的 客观的 或形状学的话的时候 王安明直接说 悉心于理 理在心外 你求理于世事 物物之中 那你这件事情 还是没有去做 那这就是 我讲过很多遍 梦告之变 因为梦只说 人亦内在 说告主是 人亦亦外 那是完全一样的 那个批评的思路 就是功夫论的进入 去批评 普遍原理的进入 去批评这个理的进入 垂游论的进入 去批评 伦理道德的意义 它如何定义 的这种 垂游论的进入 伦理学的进入 就是用功夫 操作的进入 去批评这个进入 那所以 这又是另外一个 那个 可谣 好 这段我其实讲过 很清楚 我讲过多次 这样的理解 好 这下一个问题 我们下一个是 关于大作八堂木的 公布四地 它是一个 完全命运上 准备的四地 并不是面对 实际事务的 刻板操作四地 因此 是不是八堂木 在理事操作活动中 所起到的作用 实际上还是 它八堂木背后 那个本体下进 意识的同学 会导向作用而做 还是说 公布四地的规划 是事务未完成之后 未完成之时的一个 提供参照的理论进度 以及完成之后 笔记回顾时 也进来的进度 并不是面对 实际事务和形式规则 然后在实际事务操作的时候 应该因此而已 只要留有价值意识的 评受作用也就好 是的 你这样讲是对的 重点就是 那个留有价值意识的 评受作用 所以我现在读书 我认真读书 然后我现在服务 我就认真服务 然后我现在做大官 就认真做大官 然后我现在做小官 就认真做小官 只是治国平天下 你要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全部完成才真正全部完成 你要平天下 每个国家都要好 这是从评价的角度 事后评价的角度 完整的来统整 回头来看 平天下 那每个国家都好 有某个国家在 这个内乱 它就会影响别的国家 所以会发生战争 攻击别的国家 所以国家要好 天下才能够起 好 一个国家非常的好 那就表示什么 人民生活幸福快乐安康 那就是家都被起好 才表示这个国家是治理 好 一个家非常的好 那就表示 不是说家中每一个成员 都是圣人 但是家中每一个成员 都在尽得修业的成长的道路上 每一个人都在圈圈 所以 其实修其赤品是一个结构 格子城镇是另外一个 这个结构 那格子城镇真的就是客观知识的 这个学习 那成余跟朱熙都明白讲 格武知之不清楚 你成余正心就没办法了 什么意思呢 好 我现在下指纹 你去这个造作桥转 那你如果不把所有的工程知识 搞清楚 找到专家来 询问来 落实的话 你怎么造成 你没有办法造成 你再诚意正心 也没有办法造成 所以当你所有的专业知识都有啦 资源也到齐啦 人事也到齐啦 要开工啦 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会发生什么送红包的世界 黑金商品 从中取利 可这个世界 这个时候呢 当然就是要做诚意正心的事情 所以诚意正心是基于我知道怎么做了以后 按照这件事情本来的规矩 我诚意正心的来做 而不要从中取利 损人利己 这个消费 浪费国家的资源 或者欺骗人民社会 然后呢 从中取利 中保释 所以这个时候要 这个 诚意正心 所以 没有格武知之 你没有办法诚意正心 是指的我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要你想的事情 全部都是我一个当下的这个 当下的一种良知的呈现 当下的一个道德意志 的这个提起 这话也当然都是对 没有什么不对 所以我说 黄耀明讲黄耀明的哲学的时候都对 朱熹讲朱熹的哲学的时候也都对 当黄耀明批评朱熹的时候就不对 当朱熹批评陆香山的时候也不对 当陆香山批评朱熹的时候还是不对 但陆香山讲陆香山的东西的时候 先利物无心之大折 平生什么学问没有其他只是意思 这句话都对 既然你讲你自己的东西都对 批评别人都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批评别人呢 除了好胜以外 我找不到其他的例子 这是好胜的 所以就把诺给来收拾 你把自己的东西讲清楚就好 你不理解别人的东西 你批评的时候 至少从这个文本的解释 从高考证的架构 我都可以说出你的批评是错的 王耀明对朱熹的批评是错的 不是只有我说的 不是摩东山支持王耀明对朱熹的批评 整个中国哲学 王耀明批评之后这几百年来 大家都支持王耀明 不是的 看清楚的人也是很多 非常多 太多 宇宙无比多 王耀明那个批评反正就不对 注意什么合成这个割裂之行 至于大学讲那个八目 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不要把它搞得很死 当然说它不对 这样子 你换一个标准 然后批评 完全没有必要 上次这个卓哲见主理 那个刘苏仙讲的那个什么 教育程序 那事实上是摩东山学生的话 怎么会是教育程序不是本质程序 那我们教育干嘛 那你为什么 那教育程序内涵就是本质程序 那我们为什么要取消教育程序 我们为什么要批评教育程序 为什么要贬义教育程序 那所有的儒者不都是这样涵养上来的吗 那为什么要批评上来的 一定要说我阿民尊最好 我阿民尊最高 我阿民尊最妙 没有没有没有 除了好胜 他有什么 我就看不出有什么 就是没有必要 就是教育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有一些东西那个 那个 你遇到你的问题 反正到你的问题跟我们在一起 好 谢谢刘苏 那你那个能够发表一下那个 整理 报告的感应 所以他很认真 应该他有收回 哦 是 我其实就看了 两三更后 然后觉得才就是 就是 就是 差不多比较清楚 是不知表里经书 你不知道 哦 看的时候就是有些老师的细节 跟 就论述的细节 然后就是 因为我自己 觉得就在求学思念这方面 就不行 所以就看的时候 比较慢 然后最后两个人之后 就会觉得有一个整体的 然后概括就很好的 就融会观察 好 就吸 吸到了这个东西 所以以后你不管写什么论文 碰到这一点 你脑子就绝对不会被人家搞混乱 嗯 我觉得反正对于我要做 你们大前期的理学家的话 其实是很有 很有喜大 然后之前是 其实不但理解就是 为什么像那个成天章 跟福祉人 他们都是同学 然后成天章他一直在静坐嘛 因为他就 按照那个福祉人 传承下来到 那个到 以及他的老师 优优优出新的一套 然后他觉得就是 一无所迫 也是回家之后静坐 最后达到了静节 所以实际上 这些老师这边说的静节公布 看他说的静节 跟他老师说的静节差不多 然后都去说徒同归了 所以那个 他们批判 嗯 也就属于 对珠子的误补 而且感觉你带想起那些 传承珠子的人 他们也是在误补进行 想要是河东 像山西陕西 甘肃 那一带的人 他们一直在走进 然后一直在实践 而且那一批人的身份 他除了是 就是属于做传道者外 他其实还是一个女主 他同时是官人 而且我看很多人 尤其是 那个 就是那个 关中那些人 做了很多就是 呃 实际上就是 他手里的女生的事物 也觉得那一派华奥传情 都比较 比较纯正 他们是真的 就是具体型了 所以觉得 经过完这个 对他努力 也是跟之前 很好 很好 非常恭喜 对会做事的人 会做官的人 才是会读书的人 不会做事 不会做官 书都是乱语的 想什么就读书 想什么就讲什么 想什么就讲什么 那我们来 呃 你上周的问题 很有用 对吧 嗯 对 把上周你的问题 还问一下 好 嗯 嗯 上周 呃上周的问题是 关于诸子的心 而上语论间斗后 功夫四地表述 经常对了一笔 呃就比如说 功夫四地 算是基于主动人自小而发 而其中也有可以 忍耐 因为超常人性 尽有 有上而 有上而下的 密切体制 并最终达到 统一境界的流程构想 但是一直在传统过程中 被误解 呃就 其实跟我刚才 刚好就说那个 一样的 三明大 三明大的话 就不光是 杨明后者在五度诸子 同时 前期的输入者 也在五度同样输入者 这其中的原因 如果排除 要当时的义气之争 和话语 全力争夺的初衷的话 然后 从误读者的思维方式来看 是因为后续大部分反对者 并没有像 主席一样的理论视野 以及构建完整理论体系 自由性 还是因为在后续 无价随者的 直接价值 序列中 理论表述的意义 首先是 必须要关联到 可以被正成的公布实践 进而研究者 会更具理论 将所自己所统治的 公布实践进入 然后以这个为主要判断意义 我觉得是你前面所讲 后面那个 就稍微把他们抬高而已 对 你前面所讲 没有诸心那么 大的这个视野 和理论体系的这个 完整性 那么 做功夫的人 这个 就是会 强化自己的意志 强化自己的意志 就是很好 但是呢 就是 用力过猛 没有达到 化的境界 就会去指责别人 然后去 批评别人 那谁最有名 就先攻击神像 反正也不会被相避 没什么关系 所以就会 就会有种种的 这个误解 那我不认为 他们是已经 思考到 配备正成的 公布实践 那这个 这个事情 就是知识论的 这个 论比意识 若香山跟王阳明固然强调功夫人 低谨离朱熹 他的问题意识 也并不是知识论的 可否被正成的问题 他的问题 其实就是 误读朱熹 或者是 粗糙比误读 然后粗暴的功夫 然后呢 他们自己在做 心性修养功夫 在做本体功夫 这样很好 很应该 但是呢 功夫没有达到化学 就喜欢提定别 就这样 然后就认为 朱熹没有多功夫 朱熹的东西割裂的知识 朱熹的功夫是知理的 因为朱熹整天在讲理器论 这样 那朱熹整天讲理器论 心统性 就是跟我们哲学器人在讲的东西 一样 就跟那个 这个 名家在讲的东西是 一样的 就是抽象的东西 存有论的东西 这个东西本身有它的 哲学上的理论功能 但真正重要的是 朱熹根本不是只讲这个东西 你们讲的朱熹都讲 所以王阳明自己就编了一个 朱子晚年定论 朱熹到了晚年 讲的东西都跟我一样 还是嘴巴上 还是不肯让一下 不过就是跟你王阳明一样 何时而言 那 而不是承认说我之前被他的攻击是 抽的 更不会意识到说 朱熹谈的那些存有论的东西 它是有哲学上的意义 那我们今天有西方者 做一个参照 非常清楚 朱熹这个东西 这伯拉图亚就是谈过的东西 没有他们要谈的那个事 就是那个问题意义上 所谈的 这个东西 有他的这个功能 那至于摩登山先生 是有了知识论的理论 可以对正诚的思路 来谈整套的东西 所以因为只有道德可以正诚 以诚上学的普遍原理 所以呢 这个道德的诚上学 才是最完美的以诚上学 是原教的诚上学 而且是极存有极活动的诚上学 然后呢 朱熹那个理 只存有不活动 本身不能够实践 不能够正诚 所以不是一个原教的东西 是个别子为中文 但是别子为中文 也很好 也可以相辅相成 这样 所以也不必随便批评 错 摩登山批评还是最严重 所以后面这段话 虽然是摩登山讲的 但是呢 讲的也是白讲 这样子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论 所以我要强调一下 各位同学 到了当代 摩登山也好 佛老师光也好 是有知识论的问题意识 去谈 这些儒学形态的高下的比较 观念里面出现了知识论的问题 但是也没有比张力 我现在就明明白白的 把他们张力 你是在用知识论 说人家的形状是更好的形状 摩登山先生的工作 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 意思 好 那对你的論文有这个帮助 也很高兴 谢谢老师 你这个很用功 非常清楚 你是中文系 是中文系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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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然懷疑 因為優學其實不但只當時有這種時間的正經 但時不像不像我圓滿的正程 那我問問是為什麼哲學就要認出學 那跟我們一般理解的所謂哲學也不太一樣 因為你哲學沒有辦法去看這種真理才會怎麼 會繼續要做一個學 就是點用於你的東西 而且為什麼會是造成足體是去保證保護持有 那這樣子好像是為了保護持有 那你知道只要是一個這樣的時間 會變成一個保證持有的手段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了保證持有你也可以不用 為了去提升什麼足體的時間 也可以有多少的課斷 那通通的學憲覺得 其實我比較活動的是在於足體 和現實生活的足體體驗這個部分 可能不是在什麼 他所謂的時代的表情 這部分 其實我的內容方面是非常 因為其實每一個 就是每一派他的持有跟妳不同 怎麼會有這樣的高低體驗 就是 為什麼會是說 我為了保護持有這個 人家是最好 因為我覺得持有都不是在現象上 或是下午下 那 因為我覺得持有的時間沒有在 就是 我所謂常常認為 人家做你的現實體驗 就是算是很明顯 對 那這樣子 那 或是在實踐者之下 心中的 所以這個問題是在問 每個三級者的問題 那 每個三級者認為 哲學是要為石油而奮戰 就算是他個人的一個不斷 他也認為整個西方哲學史 都是在為石油而奮戰 所以柏拉圖是 idea 石油论 阿雅史多德 各米地 经验主义的哲学 不谈idea 只谈物质色 文明的思音说真的 即便是基督教的话 那上帝创造世界也是一个石油的立场 所以整个西方哲学史都是石油 创造哲学是为了论证数学与科学真理为真 所以真的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意识 这不是一个是否石油不石油的 形上学的问题意识 那我觉得这个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绝对精神一开始就是死的不是虚的 所以绝对精神辩证外化 还是一个石油论的立场 那这些都是属于形上学的问题意识下的一个立场 而这个立场就主张是一个石油的立场 那某先生就以哲学是为石油而奋战 来看这个中国哲学的时候 其实是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标准 可以做如是道的辩证 所以上帝创造我就说 就是因为张宅建立了这个石油论的立场 所以后来都是儒学在做道德辩证的时候 三教辩证的时候儒学的工具 所以某先生现在说西方学都是为石油而奋战 其实是因为不能说其实是因为 就是无论他就是跟张宅 以石油来批判道德的这个思路 来看如是道三教辩证的思路是一样的 就是多了一个西方学也是为石油而奋战 这样的一个理由 或这样一个立场来支持这个 他的立场 好 为石油而奋战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来太批评罗东山 我觉得这个立场也是非常好 重点是道德是不是就是非石油 道德甚至就是虚无这样 某先生的意思好像就是说老子 天下旺物生有生与灵化 是一个根本无创幻化而生的这个现象世界 但是更重要一点是 某东山先生在全世郭相助解庄子的时候的 莫为霍始的时候呢 认为呢 应该是莫为而不是霍始 霍始就是有一个最高的sustence 创生天地万物 莫为的话就根本就没有一个最高的什么样的实体 所以呢天地万物都是独化的 大家呢 之所以这样子和平相续是独化于玄冥之境 至于玄冥之境是什么呢 不知也不谈 所以绝对不谈一个更高的超越的原理 所以郭相助解庄子 庄子没有一个道体 这样的一种没有道体的哲学 也是某东山在诠释王毕跟老子的 道体的哲学力 就是道家就是没有道 所以呢 也是没有石油的 至于佛教呢 就是更容易攻击 因为佛教表面上就是元起信空 波尔永远是佛教 佛学的这个动法 那后来讲呢 这个如来藏 但如来藏是弹空之理 弹空之理的意思是说 现象世界还是阿赖耶士演化变现的 只有阿赖耶士演化变现的 这个要做修正修行功夫的时候呢 会用一下真理 用一下如来藏 用一下弹空之理 所以现象世界呢 还是阿赖耶士的这个无名演化 而有 因此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 实有的这个保证 那还有对于天台的说法 对于华言的说法 总之呢 最后 就算天台中要保住现象世界的存在 成佛下九届而保住现象世界的存在 只是保住他的存在 并不是创造他 持续他 使他永恒 所以这个世界之所以是实有的这一个问题 一谋中山先生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佛教的哲学始终就是没有给他一个 永恒不变的实在的道理 来保住现象世界的实有的 但我觉得整个这个诠释都是对佛教的 这从头到尾就不是佛教的世界观 从头到尾就不是佛教的哲学问题 所以呢 所有的东西都是下定义去做这个理论的辩论 那如果我们要下定义去做理论的辩论的话 庄子里不是说 你今天要到越国去 你昨天就赢到 那你已经有成见了 你就有定义 然后说 他符合我这个成见里面的不好的 这个 那一部分 所以 这个 时有与否 作为谈 所有的哲学的一个核心的立场 我觉得到底没有必要非常的踢足 如果成果是真的 那是一个实有 道教的世界或道家的宇宙论 也是一个实有的立场 那只是你解读的结果 把它解析成根本的 那是恐怕 那又是一个误读的问题 至于下面那个问题就是说 下面那段我觉得你可能会写好 这个 实践哲学重在足足 这段话就是没有错 实践哲学 就是人在实践 它固然有普遍原理行上学 但是呢 它是要给人的实践一个理由的依据 所以重点还是人的实践 所以是主体的实践 另外一点就是说 当主体去做实践的时候 实现了 就正成原来所讲的普遍原理 这是知识论上意义的正成 再一点就是说 这个 对于教主而言 我之前讲今天整个简正罗族 我就做了一个区分 你要看教主 就教主而言 它一定是实践 然后实现 然后延缩 那个心上学的普遍原理 当这个心上学的普遍原理 延缩了以后 这个东西就是真的 这样子 那个 总主我这段话会回答你的问题 总主 我刚刚讲这段话要回答你的问题 你待会今天问 你今天问的那个问题 这是教主看到了 这样 因为你讲那个天气啊 这样子 待会再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我这边要强调就是 这个实践 确实是谈实践哲学的这个重点 但是实践跟实有是两个问题 实践是功夫论的问题 实有呢 是形上学的问题 至于能不能够正成呢 是知识论的问题 你知道我们在中国实践哲学解释下 以宗论本理论功夫论进阶论 可是西方哲学的这些武功呢 不能丢啊 通通有用 它还是存在 因为我们在谈哲学 所以有时候我们把知识论的问题 混淆在功夫论和形上学的问题上 提出一些主张 但是呢 没有意识到就是说 其实我已经脱离了 原来那一个系统在干什么的事情 我进入了另外一种问题 所以说文本诠释上呢 就不准去 如果要谈正成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知识论的问题 那如果要谈形上学的普遍原理 那我们就来谈这样子 那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的普遍原理呢 是有功夫论的 是实践实现可以正成的 是实践了以后呢 把它延缩的普遍原理 所以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的普遍原理 都跟实践有关系 都会没有关系 而且是直接的关系 内在的关系 就连成一套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哲学的普遍原理 行上学都是实践哲学进入 那西方哲学的这个 这个行上学的普遍原理 它就思辨了 下定义了 推理 所以说那个 这个黑格尔讲 它都是一个思辨哲学的 都是一个思辨哲学的 但是如是道呢 都是一个实践哲学的 因为都是在实践实现而言说 或者实践实现而正直 实践实现而言说 行上学 实践实现而正成呢 对什么 知识论 所以好多不同的问题 所以我们头脑清楚的话 这些问题就可以 这个一一的 厘清 厘清了以后呢 每一个哲学家讲的都是对的 我的的确就是这样子 我们不要再去披霓他们 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到文学的 这个礼拜的问题 我们下来 好的 是 有个顿 能不能再去披霓 的 魂 就 你 那 好 好 你 我今天想問的部分就是隔壁基金的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有在隔壁基類他有一塊塊在講 他在講是個反應基金 因為心中哪有一些不像基金 但是隔壁基金就像模型的工具 但不是反應基金 失誤的理由 而是盡中的理由全職的印象 那這部分應該就是他在講本心的部分 就是心中的基金 那可是他其實我們都知道他的動物都在講 向外的一個物貫通能夠自己 那這樣其實有一個表態同一 那就是那個你的第一行的那個話頭 所以可能會講過 但是你不要死抓的才是你的話頭 所以這兩個概念其實就是這個文件之知跟德性之知 然後呢這個德性之知當然要靠外在的知識或別人告訴你 不是講錯文件之知靠外在的知識或別人告訴你 但是呢你要有願意研究的態度 你才會有文件之知 這個願意研究的態度是一個德性之知 這個文件之知研究清楚了以後 你要怎麼去用它成立正心 這又回到了德性之知 所以可以說 從頭到尾是德性之知掌握了 籠罩了文件之知 那華耀明呢就根本就 專心強調德性之知就好 有了德性之知 你一定會去搞文件之知 而且呢先做了再說 走到那個地方發現有三叉路 你再問然後再走 又發現有時候你再問再走 這樣 所以行而後知 而不是知而後行 你知不完的 文件之知知不完的 不能等你知完了以後你才去做這樣 這話也沒有什麼不對 但是沒有必要爭這樣 所以你問的這文件其實對諸如此來說 就是這個文件之知德性之知 以及外在的東西 這個那就是文件之知 但是我要強調就是 在諸熙的格物之知裡面呢 不能沒有文件之知 沒有文件之知 我就不是在格物之知了 我就不能夠自博體驗一下 我需要的這些客觀專業的知識 不能沒有文件之知的意思 但是我們看諸熙的太多的地方 都非常強調 最後德性之知 決定了文件之知怎麼用 最後的決斷還是決斷在德性之知 但是所謂的決斷是決斷說 這個客觀知識我怎麼去用它 至於這個客觀知識的本身 你還是得下死功夫 向外研究 研究如何種田 研究如何種菜 研究如何養雞 養鴨養豬 等等 研究如何蓋房子 研究如何造橋 研究如何建立政府部門 研究如何辦一個學校 這完全是文件之知 客觀之知 但是主導這件事情 都是本身之知 那這樣就可以做一個例子 因為諸熙在這裡 並沒有太嚴重的這個 就是話講不清楚的地方 好 那這問題就回答到這裡 所以上星期的問題 只有文綺跟劉揚沒有回答完 他沒有拿來 為什麼上星期的問題沒有回答到 有沒有 都回答到了 誰要承接 哲謝你回答到了 那就是 一平你上星期的問題會回答到 OK 所以我們就進入這星期的問題 好 我的評論只是有點 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說 因為大學工夫是 小學做的基礎 那小學是所謂的沙桑音樂建築 那我的理解就是說 小學是一個同時接著身體的鍛鍊 跟你的人際交流的日常生活的工夫基礎 那如果我們假設今天 這樣子的情況下面 那你身心障礙者 我們要去怎麼解釋 他有辦法做的成果工夫 那另外 就是 隔世成正在裡面上面 是因為他避險避色 達成這個境界的一定是已經全知全能 好 隔世成正修期治國 當然能夠達到治國全天下 那就是聖人的話 但聖人也不是全知全能 聖人最後是領導天下的人才 才會變成全知全能 也不是他真的全知全能 而是他可以把所有的事情辦好 另外一點的話就是說 隔世成正的脈絡是就一個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 我把它搞清楚 我可以造一座橋 但我不等於說我可以造一座橋 就表示我可以這個 蓋一條高鐵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知識 我可以蓋一條高鐵 不表示我能夠蓋一個飛機場 我能夠蓋一個飛機場 不表示我能夠蓋一個旅館 七星級的旅館 這完全是不一樣的知識 但是我要蓋一個七星級的旅館 我必須融會貫通所有的知識 我七星級的旅館才能蓋得很好 如果蓋一條高鐵 我也必須融會貫通 蓋高鐵所需要的所有的知識 那我才能夠蓋好 在這個地方 一個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融會貫通 你就可以去投資了 你就可以上班了 三十二例 就可以做這個工作 領付這個薪水 然後當我們到了這個 治國平均下的階段的時候 因為我之前一直在講人物質 所以我把這個東西搞清楚 就是說 專業知識最強的人 才可能是一級的 中央部會的首長 一級的大館這樣 舉例來說 每個學院的院長都是學院最好的 理論上跟事實上都必須融會貫通 然後呢 這個 但是你誰做校長 或誰做這個最高的領袖 你們大家都有可能 不管誰做最高的領袖 你都不是所有的專業知識的領袖 那到底為什麼你可以做最高領袖 做得最好呢 那是因為你的個性最好 你的修養最好 你的能力最好 能力等於個性等於修養 等於尊重別人 讓別人做事 讓別人發光 發亮 你具備謙虛的修養得性 你也具備勤勞的修養得性 你也具備寬容的修養得性 你還具備幽默感的修養得性 你還具備效率的工作的能力 你的德性 所有的好的個性 都集中在你身上 你才只能當最高的領袖 你還具備一個耐力最強 等等 你才可以當最高的領袖 把大家都統合得很好 發揮自己的專程 建立一個強大的發展 這個時候才有可能平衡下 所以 不是格物自知全知全能 格物自知 本來面對的就是客觀知識 文件知知 就是專業知識 但後來成立正心之後 那就進入另外一個階段的學習 是人際外星的學習 好 那回到你的這個第一個問題 沒有那麼明確的說是一種身體訓練 倒不是這樣子 重點不在於身體訓練 當然不能說他沒有身體訓練 但絕對不是在談身體訓練 而是在談撒掃應對進退 撒掃的這個動作 還是一個心理的修養 走路那個 走得直直的 不是在練你的身體 它是你的心這樣子 什麼才是練身體呢 走路不用走路用飛的 那是練身體 什麼是練身體呢 坐在那邊打坐發神通 像王陽明那樣 知道他的朋友來了 那才是身體修煉的功夫 或者是鍛鍊強健的體部 那是身體修煉的功夫 但是那不是目的的本身 它還是心理缺氧的輔助數 就是儒家的能力 因為要身體健康長命百歲 身體的部分已經OK了 但是身體健康長命百歲 你不會搞人間關係啊 你不會帶領大家做事啊 你做事大家都討厭你啊 你沒有辦法形成一個強大的團隊 為天下人服務啊 儒家要求的是為天下人服務 形成一個強大的團隊為天下人服務 要不然你是領導者 把人才摳印起來 要不然你自己做一個人才 可以跟別人合作 然後為天下人服務 這些都是心理修養的功夫 所以灑灑應對精對 培養的鍛鍊的還是心理修養的功夫 好 再一個問題 身心殘障者如何做成德的功夫 聰明才智大 服千百人之物 服這個十百人之物 至少可以服一己之物 服一己之物 而不要製造別人的麻煩 那也是一個自己的存得功夫 還有 那你現在電腦那麼誇張 殘障者在電腦上打電腦 打分天下第一的這樣子 那還是非常的厲害 宇宙無敵超級 阿凡達不是 阿凡達是不是有殘障 阿凡達那個男主角 他現實世界地球 他是不是想要麻煩 不是 是他在變大神 蛤 蛤 沒錯嘛 你看到了阿凡達的世界 又算 又高大 能力又強 女生又喜歡他 這樣子 好 所以 在經驗科技的時代 殘障問題 根本不是問題 還是可以做成德功夫 只是我要強調 那個小學階段的 撒撒運備進隊 目的不是身體修練 鍛鍊常見的體魄是儒家一定有的 但是呢 訓練身體的超奴義功夫呢 這個不是儒家 但是呢 道佛都有身體的感官之學的超能力的功夫 絕對不能夠忽略 不能夠忽視 不能夠否定 那 六祖的身體還在 五祖的身體還在 四祖的身體還在 四祖的身體還在 他們那個 死時候全身水力都還在 他們有身體的功夫 沒講而已 不講 我用兩千年的時間證明 這樣子 我一直放在哪裡 只要有人類 你就會看到我 你就會知道 這個功夫是厲害的 他們絕對有身體修練 那道教就不用講了 那個欠領幽魂的那個 那個 那個道士 那都是身體的能力 所以 道佛有身體修練的能力 但儒家重點不在那個地方 好 打開了這個思考 不同的講 好 好 藝品你都是在 認真閱讀我的東西 理解我的東西 但你都理解 很好 謝謝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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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这个问题是有关于我们的专门上的国际 因为我们的老师对于这个学习之后 我们的老师的讨论 老师在实践的理解释架构中 我们知道这种位置上渠架构 能行进行实际同时发展 针对上渠次方架构意义的讨论 组织的这种类别概念等等 这些都是给我们的理解 因此呢 这样的意义是独立法律协议做的 然后因为我读文章的时候 民众感觉就是 似乎 我不知道在理解这种可能 似乎好像是讨论 某个程度上是 独立于世方架构的 因为我们对于那些 概念中间的理性 可以 似乎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说明 宇宙论 然后本体理论等等 问题的谈论 比如说 我们去宇宙关系谈论 人们 从下围有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们老师有知道 这种作为人心生活的形象 对于那些讨论 还是会去建构理系 概念系统的成分 对于这些讨论 所以就是说 唯二的可能性在系统的系统 那唯下的可能性 就是 牵涉的系统的系统 所以 理系统的系统可以放入 在这个 人心论当中的讨论 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就是说 特别的讨论 似乎不是也不是完全理议 我们可以从 每一个 哲学系统的问题 下去理解 每一个 概念系统 比如说 我可以从文学文中的 那为什么要单独 对 单独 拿出一个程度来讨论 好 你程序说完全正确 那你的 理解都是这个 完全正确 为什么要讨论呢 会夫妻被骂 其实庄子就骂会夫妻 偏选子之行 只以肩白言 但是会夫这跟庄子 可能还有别的问题 但你如果去批评这个 先行的名家主物论 或肩白论等等 你为什么要批读 为什么要批读 他讲的全部都对 对你无用是无用 对你没有用是另外一回事 人家讲的完全都对 这是不同的哲学问题 那陆香山说朱熹知理 为什么说朱熹知理 因为朱熹讲理器心性 华阳明说朱熹理在心外 心外求理 为什么理在心外求理 因为朱熹在谈理器关系 某中山说朱熹的东西是 理呢只曾有不活动 因此是别子文中 因为朱熹被批评 所以我就说 如果我们拿西方哲学 来看中国这一句话 朱熹讨论的这个东西 不就是柏拉罗雅斯多德在讨论的东西 弗友兰就是这样解读朱熹的东西 而且企图帮朱熹改头换念 使得朱熹的东西 比柏拉罗雅斯多德更好 又能够摆脱罗吉时政认的攻击 建构一套心理学的这个哲学系统 所以不是说崇友论有它的必要性 而是说我用崇友论的这一个 哲学基本问题去定位朱熹的 理器论的讨论 以摆脱陆江山、默游民、蒙古山的攻击 就是要奠定这个学问 是它有它存在的这个价值 存在的意义 如果它没有被这样攻击的话 那就放在宇宙论分析和公共的经验之中 不过它的概念办法 不过就是它的概念办法 确实就放在宇宙论分析和公共的经验之中 但当今天这个 在中国哲学的脉络里面 谈中国哲又谈得很爽 然后要批评别人的时候 那我说那你是一种 垂有论的 垂有论的问敌意识的尊重度 所以把它拉出来 这是一个垂有论的东西 跟西方思念哲学的传统所谈的是一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有它重要的这个 哲学上的功能 而且我也非常明确的说 垂有范畴 垂有论的讨论就是概念范畴的讨论 概念范畴的讨论 就是讨论完以后就让你去谈宇宙论分析论 公共论经界论 你在看宇宙论分析论公共论经界论的时候 你也会省得到对这些东西的讨论 另外一点我要再讲 就是说有两个东西 是哲学发展到最高度的时候会谈的 第一个 境界论 谈到最高度的时候会谈境界论 第二个其实就是存有论 孟子就是概念范畴论 只是没那么复杂 所以我们不会想到它是存有论 而不是本体论者 人与孔子讲人 讲笑 讲理 讲了那么多 那么多 那么多 孟子不过尽心知气之间 诚心养住世间 九宝心无善感无浩然之气 知其志无复其气 讲了 他只要用存有范畴就讲了 十二的意思就是孔子讲的那些意思 但孔子更具体落实 所以我们说孔子讲的这些教语 然后我们就不喜欢听教语 不喜欢听抽象的东西 那就是孟子的东西 九宝心 过而充之 浩然之气 等 这就是存有范畴 所以孟子就是善用存有范畴 所以建立了人性论 你讲的完全对啊 从本体论人性论中去理解 理气关系 但孟子在这部分就没有发挥下去 对于人性之所以为恶的现象 没有给他行上学的理由 所以我说 天地之性 气质之性 弃禀 过度为恶 是宋明儒学家 为儒家说明 为恶的行上学原因 给了他行上学的解释 这种行上学的解释呢 如果没有存有论 你也讲不清楚 如果没有存有论 那就只能骂人嘛 自暴自弃 孟子就是骂人 自暴自弃 陆香山也会骂人 但吴安明更会骂人 骂学生 骂得很凶啊 骂他没有做 但骂他没有做 也骂得很好 也骂得很对 没有任何的不对 只是呢 你没有进行哲学论论 那当然哲学论论是不重要的 不过我们哲学系是很重要的 而且唯一重要 我们是在哲学系 唯一重要哲学论 那就必须 这个 清楚 这是一个从我论论论 所以我在写这个 中国哲学的 什么 知识论论还是简单 陈敏有一篇文章的时候 就是说 宇宙论本解论 公共论经纪论 研究中国哲学 然后 我们还可以用 形上学研究中国哲学 然后 我们还可以用 知识论研究中国哲学 对 西方哲学的 这两个哲学基本问题 在谈中国哲学的时候 也是根本丢掉 实际上 当代中国哲学 已经是知识论论 在讨论中国哲学 只是没有搞清楚 这样 所以会觉得说 经过我的知识论简证之后 这样的理论 才能够正成普遍原理 因此王阳明的 这一套形象学 是动态的原教 而朱熙这一套 是静态的别指为中 那实验你已经把 知识论的东西放进去了 但是 不能这样毁谣 不能毁谣是因为 你认为王阳明有实践 因为有正成 因此是原教的那一些东西 在朱熙的著作里头都有 因为你偏读了 偏读了朱熙 误读了朱熙 就是这样的而已 而至于王阳明的东西 可以所谓原教 是因为实践实现正成 所以 他的原教有知识论的原因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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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一種造型的勇氣 然後後來在很多對於外在知識的評審 它上半的知識公司 還沒有很想在知識公司算 因為如果算的話 之後我阿弘的知識公司 也就少了一樣的東西 那如果不算的話 似乎就是多多了知識的問題 那因為其實是 因為知識的動物 還有一種知識公司系列的味道 像說經驗的所依物 理應所依物 然後知識建築 然後才有負責負責 但是我過往似乎是要 當下直接把握到了神奇 因此如果說 我們說所有的知識公司 一定是神奇公司的話 那在知識公司 在知識公司做為一項神奇公司 跟在王阿弘那裡做為一項神奇公司 似乎意識上有一點點不一樣 好 其實還是概念移情就好 這個語藝學的問題 我現在讀書 我要不要用本體功夫來讀書 要 如果用本體功夫來讀書 你就讀得專心讀得 認真心無旁物 這樣 我現在做生意 我要不要用本體功夫來做生意 要 你如果用本體功夫來做生意呢 那你就是 這個誠實的商品 不會有黑心的商品 我現在做官 我要不要用本體功夫來做官 要 我用本體功夫來做官呢 我就是主持正義 賞善罚惡 承煎除惡 這樣 然後不會賄賂 不會逢眼影拍馬 所以 本體功夫這個詞 這個概念 就是 所有辱者的行為 全部都是本體功夫 不管你在參加科技导術 你在小時候在灑灑 一直被敬佩 你長大了以後做官 你帶兵打仗等等 你日常生活為人處事 你在餐廳裡頭吃飯 然後人家在那邊吵吵鬧鬧 這樣子 然後你一個這個東西就丟過去 砸人家的頭這樣子 之類的 所有的日常生活 都是一個修養的世界 只要你修養 利他主義服務的精神 那都是儒家的修養功夫 而儒家的修養功夫 全部都是本體功夫 我說本體功夫 是跟身體修練功夫 做一個比對 佛教的心理 心境功夫也是本體功夫 這樣子 那老子的 給而不取的領導者的智慧呢 損之又損以智無為 還是一個本體功夫 所以我掌握到了一個價值原因 以它為唯一標準 然後 純粹化主體的意志 不管我正在做領導 還是做幹部 做大官還是做小官 做學生還是做老師 做警察還是做商人 等等 我都在做本體功夫 好 於是乎有格武之之 成一真心 修身其家 治國平靜下 這許許多多的功夫 我只不給他排個次第 不是說格武之之 叫做功夫次第 成一真心叫做功夫次第 修身其家 叫做功夫次第 不是的 所有的功夫 他們都是本體功夫 但是我們把不同的本體功夫的項目 來排次序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在談的是功夫次第的問題 這樣清楚 每一個都是本體功夫 你買東西也是本體功夫 你搭工這也是本體功夫 上學也是本體功夫 討論也是本體功夫 跟別人合作也是本體功夫 知識當然是本體功夫 但王陽明的功夫沒有不夠 為什麼 王陽明只是強調 我治良知以後 我該去搞的客觀知識 我一定會去搞 我不可能不去搞 那只不過王陽明是 我有在講N的N釋放 他的爸爸是 考試第一名 他是前三名 不是 他自己的前三名 就是因為他書讀太多了 可能只有爸爸還有佛 所以這個第三名不是第一名 所以對王陽明而言 客觀知識的學習 這看來真的不是一件難的事情 難的事情 關鍵都還在 我是不是誠心誠心 這兩隻語是學習的 是不是那個道德意志的堅定 只有王陽明能夠做到道德意志的堅定 所以在朝廷上能夠替官員打爆破品 就害他自己被庭上被打氣 所以王陽明沒有不要客觀知識 就像朱熙沒有不要去實踐 去行動一樣 所以呢 這個不是朱熙多說了知識的問題 陸祥山跟王陽明都不會否定知識 只是他們要強調 成義真心的這個內化 至於就是說 朱熙的格武知識有積累的味道 陸王是當下把他們造成本心 這就是我所說的 如果我們再談功夫次第 肯定要積累 老子講的 唯學日益 唯道日益 唯學就是讀書知道知識 要積累 但是道德修養能要日益 就是當下損掉了你的欲望 就是陸上山把握到我的本心 我當下在做這件事情 我必須損我的欲望 我當下在做這件事情 我必須提起良知 把握到我的本心 至於我當下做這件事情 我專心的做這件事情 必須這樣做 不能那樣做的那個專業知識 是我格武知識累積來的 那一部分一定要累積 這兩個部分完全沒有任何的矛盾 完全沒有任何的空間 因為像這個 好像他哥哥問他嘛 所以像自己說在世上怎麼練 那不是世上有什麼 德修養能講的事情是什麼 幫他爸爸出去 幫他家裡出去收税啊 去教弟子讀書啊 做的這些事情 都是事情 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磨練的 那如果要把這些事情 排個程序 或排個次第 那功夫次第的問題就是什麼 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並沒有對本體功夫的理解有所改變 本體功夫就是心理需要的東西 就是純粹化主體意識的功夫 日常生活所有的項目都是本體功夫 你把它排個次第就變成功夫次第的問題 如此而已 好這樣很清楚 好 好 這是這樣的一個 就是 你不知道那種是他說 病人的項目是進去 去做 我們採訪的方法最長的 就很危險 你他可能是進去 或你採訪的方法 他比較不收免 你很難 你他也都會 進去 所以他們 是有常會 那剛剛報告我都覺得 也是比較危險 但是 一開始 課問想說 應該是太多 因為 陳也有自己握 課問覺得 在自己是老子就不这样 所以我因为自己是 哪知道 成一搞错 成一不可以这样自己 被长者不跟自己 成一又在搞政治 就这样子 没有什么老式知学 还有就算是老式知学 一样是好东西 好 我觉得读者 从头上就没看过 传说孔子 问道于老丹 读者都觉得没面子 何必要没面子呢 老丹多好 所以呢 犯忌讳 朱熹跟陆上山 都指责对方是老式 指责对方是差 我们中国文人 有一个毛病 讲学院讲不过 就政治栽赃 令人讨厌 不要干这种事情 那 周堆宜的理念 有没有老子的 那个智慧的内容 有 几乎是一样的 没有错 但那个一样的怎么样 非常好 是吴玉啊 吴玉本来就是对的 本来就是儒家要干的 去人玉不是无玉吗 那为什么无玉就是老子 去人玉就是儒家 公司意义之变 不就是无玉吗 那因为老子表达方式也是这个样 那 周连心的表达方式也是这个样 至于安静的这个静 这个周连是主静立人静 周连这个静呢 也是静静下来 也是尊静的静的意思 也是收敛专一的意思 只是后 他说好像朱熙有讲 还是沉溺有讲 就是说 怕大家觉得安静的静呢 会流于沉寂 所以改换回到尊静这个静 那就 不会有流于沉寂的毛病 但是你有毛病 你要是没有毛病 安静的静用很好用啊 周敦仪原来用的是安静的静 主静立人静 但是尊静的静呢 文语里面就有了 义传里面就有了 这两个字都是很好的静 那朱熙自己还要讲半日静坐 半日静坐的时候就是安静的静 所以周敦仪的安静 跟朱熙讲的半日静坐 也是同样的意思 就是让你沉静下来 然后专一专注于那个道德意识 所以从来不是哪一个概念 跟哪一个概念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也不必太花力去 尊静和安静坐区分 这个文章是可以写的 但是涉及到的问题 所以不是真正的问题 只是词语使用的问题 还是基本哲学立场 那个根本价值意识是什么 这个东西才是重要的 但就此而言呢 老子整个哲学 可以跟儒家融合在一起 没有问题 但庄子就不是 庄子就非常明确 那个不是儒家的服务的人生观 非常明确 是个人主义的初世主义的哲学 那老子是儒家哲学里面的那种 作为领导者 要给予的 那个 领导者的智慧 减少欲望 自己完全不要有任何欲望 那全部都是给别人 那给而不取的 这个领导者的智慧 所以主义就是说 因为 朱希自己有什么以前 把这个 最安静的感情的 分裂之所以 老子来说 朱希是 后来这个 用身体的经浪 因为这个 他其实是 对 因为朱希自己 一样还是用安静的静 他有半日静坐的 朱希的功夫 那里面 都还有静坐的功夫 我都有提出来 而朱希的静坐的功夫呢 并不是身体修炼的功夫 是心理是这样的功夫 所以 太用力在字上不是重点 那陆江山还说 持静是朱希杜撞 天啊 我想跳楼 讲这话有任何意义吗 没有任何意义 静跟持静有什么差异 陆江山真的 讲朱希的持静是这个 陆江山讲平心 就是无心 儒者怎么可以无心呢 那儒者 还有荣心就是无心还是什么的 他平行批评犯人 另外一次自己写信给别人 忘胸平行私居 自己也是用了这个字 所以用人家用什么字去批评人家 不是自己这个学派 那就是进行政治斗争的 它不是一个理论的分析 那静跟静这两个字 重点还是哲学基本分析 宇宙的分析很公共的静 都不是这些字 都不是这些概念的问题 在字跟概念上 写文章 会写出文章 但是它是作文 它不是真正的论文 因为没有真正的论文 所以 这个 海峡两个 太多太多的论文 力气消耗在字的差别上 没有掌握到根本问题 好 我们休息一下吧 嗯 啊对吗 对不起对不起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最后一个是 有 有点感的 就是 有点感的 也是 有点感的 是 我说 我说 你这样的理想 就是 不过 然后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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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不同意见 他们有说 有低度之处 那我们说 是问行者 或者是 他们对你 这个结果不关心 不了 有的可能是 我们根本上 他们不认为 有些问题 是一个理想的 文学形态 所以我应该记得 有的动作 比如说 我有在想说 像宋敏江大陆 定立在超越性 里面 以至于后来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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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说 其实方面有一种 根本上对于 这种理想的 评论 应该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能够想象 好 他们都不太会做 评论 所以呢 这个搞错了问题 好 这个 我要说 他们是不同的问题 是为了解消 他们对于 别人的攻击 其实那根本就是 不同的问题 至于如果 因此而反映出 他根本就不认为 别人的问题 是问题 OK啊 但是别人的问题 是个问题 只是他自己不认为 别人的问题 是个问题 学科的发展 搞物理学的 化学是什么问题 化学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生物是个什么问题 生物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那这样显然他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好的学者 你可以好好搞物理学 那你就是尊重化学 尊重生物学 尊重数学 尊重工程学或理学 是不同的学科领域 从来不可以因为 学科领域不同 而互相攻击 批评 从来不可以因为 关心的不是相同的 哲学基本问题 而可以互相批评 但当他们在 批评的时候呢 他是忽略了别人的 哲学问题 他是强化自己的意见 并且对别人的东西呢 有误解 有误理 因此对别人的东西 进行了攻击 当他讲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站在某种哲学基本问题上 把观点形成的时候 他讲得都非常好 可是当他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呢 他是误读了别人的东西 以为别人的东西 跟他讲同样的东西 并且跟他立场不一样 所以他要攻击我 这就是一个误理 所以我就要承读别人 谈跟你不是相同的问题 所以尊重每一个哲学家所谈的 特定的不同脉络的哲学问题 这样就能够让哲学 每一个理论都活了起来 都有他的这个用处 所以 一个哲学家 可以只关心某个哲学问题 把这个问题讲得很好 OK 但你不必要去攻击别的哲学家 因为你一攻击呢 我就会看到 因为我有好的工具 人该谈的根本不是相同的问题 我就是指出你的错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 至于这个 宋儒把道德价值定位在超越的理 这句话不会导出恶死死 是小失结是大 绝对不会导出这个效果 这个 道德价值定位在超越的理 它必须是超越的意思是 它是永恒的 而且它是不变的 然后它必定落实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人与理智都是关心别人 至于为什么会饿死是小 这个失结是大呢 或者是其他什么 道德杀人呢 那都是政治 那都是政治 那都是权威 那都是权威 那都是官僚 那都是官僚 那都是恶棍 那都是恶棍 那都不是哲学 永远不要把这个人祸 去诉诸于哲学的理论 那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人 随便找一个什么东西 安排一个罪名去伤害别人 那拆根坛就讲了 读古书要心地干净 否则 知道人借口毕利 你就拿古书的东西呢 第一合理化自己的恶心 第二呢 利用这个标准呢 去伤害别人 那些都是政治 那些都是恶棍的斗争 那不是哲学化 所以超越的理不会得出恶死是小 失结是大 这样的一个这个婚礼 这个纲目这样子 那清儒对这个礼遇的批评 这个 清儒对礼遇关系的批评 也是那一股愤怒之气 无处发泄 又不敢骂皇帝 也不敢骂狗官 于是乎骂了 从孟子里这样的儒学家 就讲 我的解决就是 因为被你骂的那些理论 都没有被你骂的那些问题 所以知识分子有气 要像王阳明那样 当庭在朝廷上就发飙 然后被打甘愿 也没关系 只要你不打死我 我活得下来就好 所以王阳明才是辱者 真正的辱者 他敢主持正义 公事公非 王阳明也有是非之心 他也不知道后面会有那么大的灾难 但是呢他敢主持公事公非 是非之心 老师 我觉得这样会有点长 就会有点长 因为一套理论到水 他可能会有点长 从理论什么地方到的 但是 像文学这么一套 完全建立在我们生活这么一套 写的说 他的理论的实际 也不完全影響到我们实际 是我的状况 所以 我觉得 是不是说 他理论的实际 实际的影响 一定是存在的 而不能简单 多其 当然有这些人 不会有问题 但是 你认为何神完全没有问题 你觉得孔子是完美的吗 虽然我们称他圣人 你觉得孟子是完美的吗 虽然我们称他我们圣人 我意思就是说 儒学要读得通透 但是不要讲究一句 你要把老子给孔子 儒家跟老子要读得通透 但你不要只读儒家跟老子 你要读庄子 因为你碰到狗官的时候 碰到坏皇帝的时候 你如果不读庄子 你就只有像屈原那样 碰下去 还绑个石头这样 读不上他 所以什么都需要 单一的理 它不那么圆满 但这个理论呢 会形成性格 变成现实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态度 以至于有一些局限 这是存在的 但如果这个局限 以对别人的理论的批评 为情绪的发泄的话 会有哲学系的人出来 主持理论的正义 只是这样的 对我们是哲学系的 我只是要主持理论的正义 在理论的正义上 戴政的批评 我认为都不成立 都不成立 那陆山对朱熹的批评 不成立 王安民对朱熹的批评 不成立 摩多山对朱熹的批评 不成立 就是这样 当然庄子对孔子的批评 也不成立 在文语里面 已经有很多的回应 那如实上三教的辩证 既然还不舍及实物 就纯粹学术圈内的辩证 这东西也是不成立的 我也要认为它是不成立的 没有办法成立的 这待会就会碰到那个 饶宗术的问题 那我们休息一下 OK 嗯 考出的是 感情的 那就完成了 是这个命运 好 其实 非常延续想做总数的问题 就是 关于你的 集体继续 以后把最后来世界给大家 回到几个问题 我问你 其实 因为上周老师的回答 就是针对 太若文 其实他刚刚老师上课 也很想到 就是 或者说 以己为事 然后认为别人就是 破的 他就是攻击 就是 所以说男生也有 比较好的世界观 去说服你们 别人做这一套世界观 通常老师说 这样子 嗯 去说服你们 会照顾对方的 反感 然后 比如说不必要从你 就会阴阻神 所以 比较好的态度就是 大家都在这里 已经整理犯而得 各自高齐的 自己任何的世界观 这样子生活就好 然后 但是我想 嗯 其实最后那家 我以前自己 在问你们的 境界高下 或者老师 有什么想要跟自己高下 那我就想 因为我的一个 经历 可能是这样子 就是 作为一个研究者 是不是我们还能分辨出 不同的世界观之间 哪一套世界观能够 涵盖比较广泛 哪一套世界观能够解决 哪一套世界观能够解决 我觉得 度量很 后来很厉害 那 现在各两个 世界观能也比 有些还在拓展 官能也比 我先理论已经 创作完毕 而没有更多的 增加 那有一些 比如说 核心观念 也会变成靠近 strand 也会变成靠近 也会变成靠近 但是 他的边界能够涵盖的范围 就是 能能慢慢扩张 因應遇到的不同的问题 而又产生了新的解答 也有些世界观会相互重新 那这些世界观的进展 吸引 是不是一味的 因我们都还在同一条 追求真的理的道路上 又有一个 再没有共识的标准 可以允じ 那如果说到说 在今天世界的不同以及知覺認知上的不一樣 但是不是說各家各派的他在世界的相異 還有工作上的相異 我們仍然能夠平靜的流傳下來記錄 歷史上有很多人的實證 就算自己沒有開發知覺認知是不會 但是憂鬱有這麼多東西 所以我們仍然能夠對他做出判斷 所以綜合你剛才我說就是 我現在想做一個摺層研究 最好真的想說我們是摺層研究 所以我們要做摺層的探討 所以做一個摺層研究 檢查這些世界觀之間生物廣度的差異 他在檢查這些生物廣度的差異 可能無可避免就會帶出一些高下距離 是不是能夠做一個摺層工作者 不可迴避的工作而已 所以你不是夏老師上禮拜講說 是要認為自己比較好不順 直接要做很多摺層 還是我們就是 因為是得很工作 所以原來必須 除了釐清他們之間的自己各自的內容之外 還是必須要做出他們的真相進步 然後能夠解決問題生命廣度 跟這些差異與比較 做差異與比較這個是一定要做的 那差異與比較的時候 說高下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前提 就是 你只要要說高下 就有標準 那你標準定在哪 所有的儒者 也不都覺得自己比道德強 他有他的標準 能說服道德嗎 他真的有標準 從儒家的角度都接受了 還有當代心儒家 還有未來心儒家都會接受 如果有未來心儒家 也會接受儒家的標準 像這種是不是像老師說 對你那些才進了自己的立場 去堅持接受對方的不彈好事件 因為你說嘛 要談高下 我就說 你不談高下則以 所以我說不談高下 則以 我的意思是 則以 而不是不談高下則以 你一談高下 那我要說 你一定有標準 只要你有標準 那是你的標準 別人不會接受 當然那還是你的標準 你會接受 你的門徒 你的信儒 未來心儒家也會接受 但現在的道國不會接受 過去的道國不會接受 未來的道國也不會接受 所以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佛教跟基督教如果要PK 到底誰贏 曹宗祝會認為輸嗎 不會啊 我是相信佛教的 我會認為我贏嗎 我已經有必要在想 好 但是去比較或去研究 這絕對是可以 但是呢 我還是認為就是 問題還是不相同 好 就真正想解決的問題不相同 但結果訴諸世界觀 行上學 來作為我解決問題的 辦法的理由的依據的時候 我訴諸於行上學世界觀 的理論的說明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行上學世界觀的理論的代出 全部都是超能力的經驗 它在世界的資訊 所以哪一天我們科學的儀器 一定可以幫我們 這個測量出來 或者是呢 能夠建造一條這個 一條這個 時空機器 你進去年 你就會到了佛教的什麼 流離光境 你進去年 你就會到上帝的天空之神 全部都正式為真 所以我們可以 肉體感官的經驗可以經驗到 那時候我們再來重新來談 這個世界觀 究竟是誰清楚 誰不清楚 誰大誰小誰對誰不錯 也許可以 但現在的階段下 還沒有發明那些機器 我們普通人的經驗 沒有辦法意識到的時候 它全部都是它在世界 你必須要用信仰這個字來 定位它的知識的功能 而且呢 對於不同的人而言呢 那個信仰其實就是靡性 這樣子 那朱熙就認為 你說那個廟神很通靈 不敗就會怎麼樣受損傷 朱熙就根本認為這就是靡性 因為他要對付我 他的靡性 如果他不對付我 大家相當無事 那皇帝封了你一個廟 給了你的名字 OK啊沒有問題你就好好拜 拜廟是這個 盡德修業 也沒有人要做人家做壞事 也沒有強迫我非去拜不可 非去捐錢不可 那就沒有問題 所以通常就是 比較高下之後 下就是強迫別人 其實剛剛講說 要發明機器 然後才是撤退他在世界 我覺得這個 有點奇怪 就是 因為 我們 你撤退人 然後撤出來 最後還是會停留在物質的層面 可是 他在世界有很多是 包含精神 或者說 我聽到上帝 有聲音 我心中 有一個 突然背貌會的意念 然後 跟我在場的 例如在教會裡面 然後 在場的其他人 也 同時跟我同樣的意念 被放入心中 然後這種東西 好 例如說 我叫做 打坐 進入禪修 然後我可以 叫 走上去 因為全部都沒有辦法 用機器去測 如果我們現在說 用機器去測 譬如說 禪修後的腦波好 如果我們也沒有辦法 因為 你的腦波打到 什麼樣的狀態 所以這就是 進入 例如進入什麼 比較高的進入 或是 測我的腦波 現在有什麼反應 因為我聽到 我的上帝的對話 因為好像也還是沒有辦法 用機器去解決 所以 如果說 因為我們在物理上 沒有辦法 跨越這些非物理的分量 所以 輩子都沒有這些東西 只是信 來 真相不可的 這樣好像 嗯 我覺得好像 有點想 我不太能 我幫你說清楚 這都有幾個 差異 就是說 信仰不是真相不可的 信仰是對不同信仰的人 我對你的信仰真相不可的 但對於信仰者呢 那就是真相 可的 不會不可的 對信仰只是對於 不接受 不認 別人的角度來說 他會用你這條件事 他還是比較尊重 或者是說 我已經相信了 但是我還沒有經歷到 但是我相信 然後呢 對於 佛教 基督教這種大的宗教 那個信仰 以及那個實踐 都已經經歷到 都得到了 不是沒有得到的 是真實的經驗 道士抓鬼 對他來說是真實的經驗 只是我們旁邊在看看 只聽到他晃來晃去的這樣 叮叮亮亮的 我們什麼都看不到 我剛剛說發明這個科技的 機器的意思就是說 它全部就是影像出來 如果你撒一個什麼螢幕 你完全看到了 那就對我們形成經驗 所以我說的科學的經驗 就是要去 這個超感官經驗能力的訊息 可以被我們感官知覺到 那這就是這個 經驗到 那就是可以證實 我說那個時候 我們再來談世界觀 不管 但現在呢 這個宗教的世界觀 它在世界的世界觀 我們都沒有那個經驗 所以呢 我們哲學研究 當然可以去研究那些知識理論 了解它是怎麼建構 因為它的宇宙論是這樣講 它的世界觀是這樣講 它的輪迴觀念是這樣講 它人的意念 還有什麼什麼這樣講 有什麼天使 還有什麼菩薩 這樣子 這是它的理論 一套一套我們都可以研究 研究以後呢 你還可以對差異 這樣子 你也可以比較高下 我只是要強調 一旦你比較高下 人家就不爽 你用什麼標準 我也不接受你這個標準 我很簡單 我拿一個看不看得到來做標準 邏輯時政論不是已經把所有的 刑上學的命都丟到廁所裡面了 還是垃圾口 不知道 已經丟下去了 所以經驗主義它永遠 它認為它非常的有理由 可以否定掉 連西方哲學的普遍原理的抽象命題 它都可以否定 更何況是宗教裡面的 它在世界的存有者 它可以不相信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呢 我完全不會去否定做研究 也不會否定去做對比 或者是比教 我只是要強調 你搞清楚這樣就好 然後你下面要做那個工作 在方寶論上就有沒有辦法提供 就是比賽高下 念你一定哪一個是非 此意是非 此意是非是非 此意無章是非 此意無章是非 無事念因事已 書使得其還中 道書 這樣恐怕是比較好的態度 當然當我講態度的時候 我之前也有一個名字叫 哲學知識學或哲學使用學 就已經不是系統哲學的問題 系統哲學的問題 就是我佛學建構一套 你就能不能夠公平一套系統 這個基督教也建立一套系統 這樣 然後呢 各個哲學家都是建立一套系統 就一套一套的這個系統 這叫做系統哲學 結果系統哲學的意思 搞清楚以後呢 哲學使用上我該怎麼使用 我會用它來這個統一天下 然後把別人的系統都收進來 這樣 或者是來要求別人 你不要在信任我之後 你只要信任我 這些都是哲學使用學 或哲學知識學的這個運用 那這是另外一個程度 這比較是文化人類學的層面 歷史哲學的層面等等 這就跳脫了這個系統哲學的考慮 所以就是說我們研究哲學 我們有嚴密學的觀念在研究哲學 在系統哲學的這個範圍 但我們怎麼使用怎麼應用它呢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至於這個系統哲學如何正成呢 那這是知識論的學 這樣子 那 所以 可以研究 可以深化 但是有一點 就是 你剛剛說這個理論不斷在擴展 甚至互相重裂 但是我剛剛有一段話沒有講 就是說 我認為這件事情應該這樣做 然後我有世界觀宇宙論的理由來支持 這件事情應該這樣做 結果我的世界跟你的世界觀有所差別 結果我們在上面的理論世界朝鮮 就算上面的世界可以比較高下 或可以統合幹嘛 其實我認為這件事情該怎麼做 該這樣做還是該那樣做 的時候呢 我關心的是某個問題 而你關心的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 很簡單 佛教理論再去擴展 再去 再去這個超越 再去怎麼樣 佛教理論有必要去 弄出像易經那樣六搖 那個 官僚體系的架構 人類的命運 現實生活該怎麼操作 那些細節 他沒有必要去弄這些 好 儒家的理論再怎麼弄 再把儒學的理論 治國平坦下 今世紀名 我説儒家必須要強調這些 你才能真正落實今世紀名 甚至那個 命像書的這個預測 也不是儒家不應該有 所以少佑也可以幫助儒家 可以幫助你預測 讓你把今天現實世界的事情做得更好 儒家理論再怎麼擴充 再怎麼擴充 再怎麼擴充 他有必要去描寫 他看不見的天上的世界長得什麼樣子 他也不會想要去 對啊 他也不會想要去描寫 對啊 這也不重要 王要民就認為不重要 所以王要民不然打坐有神童 我覺得這不重要 因為老百姓快要死了這比較重要 爸爸媽媽快要死了我要去禁效 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既是問題意識的選擇 同時是一個價值意識的選擇 同時也就 最重要的是我相當講這句話 看到不一樣的世界 在這個意義下 那個世界觀的不同 你要拿什麼標準來比較的 那一個標準都不是這個哲學家 觀念這個問題提出這個主張 因此說出了那個世界觀 這是個理論要面對的人 所以羅中山老師拿一些理論去說 那佛教沒有為始有而奮戰 最終不能夠創造現象世界 就算能夠保住九法界 還是不能夠創造九法界 所以不如如雪 他們這樣找了半天 佛教聽聽聽 不聽也沒有關係 根本不是他的問題 不是他中心的問題 你剛剛像剛剛講的 王陽明那些都好像 一直留在整個世上 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 在團戰 在生活 其實儒家應該也是有 現在全部人在努力的 擴展他 就其實只有儒在清朝 以前在寫詞的 那你能不能說 其實儒家還是會有他 繼續擴展通通 比如說像老師剛剛講說 都完全出手 人家經驗的現實性 因為既然人生活 其實也就是只有 其他世界 就還有心靈的靈魂 這個 如果是儒學的話 絕對可以 都把儒學搞清楚 以儒學的基礎 然後再去談 談的能完沒了 沒問題 但是如果是個儒家的話 連佛陀都說 你中了毒箭 你問我這個毒箭會不會死 那死是死後到什麼地方 這個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你不要再問這個問題 你快要死了 讓我把你把毒箭拔出來吧 這解決眼前的問題 如果是儒家 他不會做那麼多的事 最我剛剛講的不重要 但是如果是一個學者 把儒學搞清楚了 然後給他一個定位 這些問題儒學來處理 然後呢其他問題呢 也有其他的學派 然後跟他的關係是怎麼樣 這樣連結起來 串連起來架構起來 我認為我現在做這個事情 這樣當然是可以的 所以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 其實儒學的理論 其實他覺得依據是一回事 他關心的就是經驗現實世界 他提出來的這個價值意識 可以面對的問題 可以解決的問題 把它說清楚 那我最近就用這個 周易六搖來講這個 各個學 儒家就是周易的第二搖 激情的 第一線 為天下人服務的 英雄豪杰 有責任感 然後呢到了第三搖 如果你是儒者都很不快樂 如果你用莊子的智慧 儒於得水 正好前多事少離家近 但作為一個儒者就很痛苦 為什麼沒有機會升官這樣 邊緣 而如果是莊子的話 正好前多事少離家近 我開始玩了這樣 我一天用三分的力氣用在公司 七分的力氣用在我自己下象棋 清空夜市 多快樂玩樣可以領先 做山藥有什麼不好呢 很多這個資深的公務人 就在做第三搖 但他一定不快樂 因為他是儒家的性格 想要升官 那就不快樂 可是如果用莊子就非常快樂 等到你到第四搖的時候呢 爭權奪利 那又錯了 你要用老子的智慧 要給而不取 要創造福報 因為你訂閱那麼高 權力那麼大 你已經是大官 已經是高位者 就應該創造百姓的福利 創造自己的福報 要給而不取 要跟其他的大官合作 所以用了老子的智慧 第四搖面做的 至於你到了第五搖 那你會的東西會更多 人物智能人事管理你要會 這個法家的機關管理你要會 因為你做皇帝 或做這個董事長 就第一 有人會想要把你公司兼幣 讓你保護你的公司 有人想要攻打你的國家 要把你的國家兼幣 你要想要保護你的國家 有人會想要搶你的位子 把你的殺了自己做皇帝 你要保護自己的性命 那太多事情不要關心 所以你要很多奇葩的 這個哲學制對你來行做 當你到了第六搖的時候 你要想到人會死 要對你後半輩子 做一些處理 那如果你發現有宗教的哲學 所有的宗教全世界 所有的宗教都主張 人有死後的靈魂 那麼死後的靈魂 跟佛哲這身 什麼關係呢 你搞清楚之後 就發現 我從現在開始 為了我下一世的生命 我應該做些什麼事情 這個時候 這個人的人生就是彼岸的生活 就出世的智慧 出世的時候不是入世的生活 論語 儒家 老子 人物治 這個益經 法家 都是入世的哲學 世間學 世間法 莊子 佛教 基督教有些 出世間法 這樣 真正的理想在底下 雖然我現在活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要面對的問題不同 所以呢 或者 我用一套理論去把它們都合起來 或如今去跨越過 那個我覺得是 理論上恐怕也不太 因為你的目的就不相信 我要解決的是入世的問題 出世的問題我不管 所以我要解決出世的問題 入世的問題我明白 但那不是我的重點 那佛教就算講人間禁止 人間佛教 他也不是要去選總統 選皇帝 你誰當總統都好 那我要告訴你 人們應該怎麼生活 要進化人心 大家要珍惜福發 要相信因因果等等 那對於如者呢 誰當總統很嚴重啊 政策錯誤 國家會毀掉 一定要努力去選總統 要不去輔助人 我覺得 他是入世的哲學 所以有入世的哲學 有出世的哲學 目的都不同 世界觀都不同 那入世的哲學再怎麼擴展 不會擴展到出世的哲學 出世的哲學再怎麼擴展 他不必須落實入世的哲學 那些細節 或是他的信順所在 理論上我們可以研究所有的哲學 然後呢做一個比較 也不是不能夠講高下 只是我要提醒你 高下一講出來 您是拿出一個標準 拿出一個標準呢 這個標準只符合自己 所關心的這個學派 他所關心的問題 所必須預設的立場 就跟人家一比就發現別人不如 人家就天天都覺得道國不如人家 不是嗎 那我們做高下到底在幹什麼 好 那個 哲學就是要想一輩子 對 哲學的問題就是要想一輩子 我現在在想的這個問題呢 就是我在碩士班 博士班的時候 開始想的問題 我想了三層 哲學就是要想一輩子 所以這個 大家呢 這個 要有耐力 要想很久 其實我覺得 呃 我第一個問題 就是連續 呃 管心學姐剛剛問的問題 很比較清楚 那 老師剛剛說 呃 就是你一開始 你如果開始分優劣 那別人就會不爽 呃 或不會接受你的標準 然後甚至會認為自己的 自己在問題 就是自己在問不同的問題 或注重不同的目的 但是 我 我上個禮拜提出的 經理之話的例子 或比喻 呃 顯然凸顯的一個重要的區分 就是不會接受 還有應該接受 這個區分 因為當然我可以 就是我覺得經理之話那個比喻 大哥 當然不會接受 呃 呃 蛙妹的那個立場 因為他 他沒有看過 他沒有看過那個外在世界 他沒有體會到 或 或 經歷到 蛙妹所經歷到的 所以他當然不會接受 但是 一部應該接受是一個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蛙妹所觀察到的 或蛙妹所經歷到的 是比較 像 管心學姐所經歷來的 就是比較完整 或 呃 或比較真實 呃 呃 那 如果用這個區分 來 來 來自 談 談老師在談這些問題 那我其實不是能夠說 每一個 就是每一個世界觀 他內部會有某一種邏輯 這個是很巨然的 然後當然 當然我 我如果還沒有進入到他那個世界觀 還沒有接受他那個世界觀 我當然不會接受他的標準 但是一部應該接受是第二 就是 第二種主題 他 他不是一個 他不是一個 會不會 他不是一個現實世界 而是一個陰陽世界 那 舉例來說 就延續 上禮拜所經歷的那個比喻 呃 如果蛙妹看到水井之外 有一個乾漢要來到 呃 呃 然後他 呃 然後如果 除非你離開那個水井 你就生存不下 因為水井就是要水嘛 但是如果乾漢來的水就會 然後大哥就會死掉 那 那 蛙妹其實是因為很想要 就是 呃 說服他大哥 欸大哥 外面還有一個世界 但是外面 外面那個乾漢要來了 然後會把你這個世界 濕乾 然後你就會死掉 那 作為妹女 他當然會想要救大哥嘛 那他當然不會像老師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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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態度 他態度上當然不會就是 硬逼他出去 就不見得會 但是 但是他顯然會 呃 也不會傲慢 但是他顯然會 就是他顯然會 就是他顯然會 很想要用 所有的方式來說服他大哥 雖然說他大哥 現在的標準 現在的世界上 無法 無法容納 無法了解 乾漢到底是什麼 因為他 他一直都住在 就是一直都認為他住在一個水井裡面 那 如果用這種區分的話 那我們是否就能夠 就是能夠同時 接受 呃 就是一種優劣之分 所謂的優劣之分 然後用我們 就是可以 可以在理論上可以理解 為什麼我們 可以說 別人 就是用自己的立場 做別人的 不完整 呃 但是他們同時也不見得會接受 但是可能在某種程度上 他們還是應該接受 那 接受這個之外 就是 你不見得會 像華妹那個禮物嘛 你不見得會 因為你有一個 比較龐大 或比較 作為完整 或你自己認為 對 你自己認為你看得比較精準 你不見得會傲慢 而你是因為 愛你的大德 想要拯救他 或想要遂禮他 你才會選擇 那 在這種情況下 師父 就 就是 據我所知啊 我們師父能夠 避免老師所 就是 所提出的那些問題 就是傲慢 或 所謂不可承認嘛 呃 但是也 也同時能夠 就是同時能夠 理解為什麼 每一個世界盤 都會認為他們 自己是對的 而 可以用他們 就是在理論上 可以用他們自己的 世界盤 去拚敏 別的世界盤 那個 事日已過 如舊偶然 佛教早課晚課是這樣子 今天又過了 命易水減 來日無多 所以 每個人都會死 這樣 好好把握這一生 好好休息 你不修行 大限來時 你就浪費了這一次的機會 就好像 頭上燃了這個 一個蠟燭或是什麼 像這樣 它燒完以後就燒到你的頭 時間就是這麼的短 命在呼吸之間 所以佛教也會急切的救人 你不信我 你很快就 浪費了這一生 但是能說服嗎 也很難說服 好 所以呢 這個 好的宗教哲學體系 絕對是好的 也應該要傳教 傳教也沒有問題 那當你去說別的宗教不好 或為你帶來立即的災難的時候 這個 會引起反感 或者呢 他沒有說服力 但是另外一個情況就是說 其實周副你講的 讓我意識到是兩種東西 一個是 理論體系的 圓滿 跟 眼前的現實問題的危險度 這是兩種東西 如果蛙妹看到過幾天 這個井底就會乾旱了 然後蛙哥不相信 這樣叫他說他不出去 蛙妹最好的做法 就拿把這個 狼頭把他敲一下 把他敲坑 然後把他飛出去 怎麼樣他都不會出去的 如果他要出去 除非所有的小青蛙蝌蚌蚌蚌蚌出去 他不會出去的 那你未來就完 你就把它敲坑 完全用你的方式 你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好 可是這是什麼 當下立即明顯的危機的處理方式 這可能跟我們現在在談的 儒家的世界觀 佛教的世界觀 基督教的世界觀 法家的世界觀的優劣與否 不是那麼密切相關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問題 可能不要混在一起 因為作為一個宗教徒 他一定會認為 我傳教 是要幫助你解決你生命最大的問題 可能有時候他不是最急迫的問題 或者不是他價值觀上 或信仰上可以接受的重要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可能就 這個 就 遊說無效 那我完全不是否定 就是說可以去遊說 佛教也要傳教 基督教也要傳教 儒家也在傳教 王陽明這個傳席路也是在傳教 雖然教弟子也是在傳教 朱熹 編四書 尚克 孔子 他們都是在傳教 大家都傳教 大家都可以傳教 現在問題是說 我們今天到了21世紀 儒家 大家到家佛教 基督教 天理教 回教 還有非常多的宗教 還有New Age 我最近有點著名New Age 我覺得他們跟你講得蠻好的 好 那這麼多的新的東西 如果我們的力氣是用在 我的東西比較好 你的東西不好 你要趕快放棄那個來用我的 這個叫做哲學知識學 那我覺得這個就不太容易成功 太用力過度用力 恐怕真的是會有我所講的那個傲慢 這樣子 那至於就是認為自己的這個世界觀比較完美 能夠找到更好的生命的境界 就這一部分呢 這個 有信仰的人都是這樣子 毫無疑問 你是不是有講到天啟 哪裡有講到天啟 是不是在這一次的問題上 還是在上一次 天啟 天啟 對 上帝得到天啟的人 你是不是有講到這個 上禮拜 上禮拜講的 反正你自己有講過 那個天啟 那我想要強調一下 就是說 這個 你得到天啟 非常好 那天啟 也得到天啟 講的世界觀是不一樣的 你完全可以信仰自己的天啟的世界觀 以及自己的這個天神 或者上帝 或者是菩薩 或者是媽祖 等等 愛你的 保護你的 要幫助你的 我們希望你可以幫助你 你完全可以相信這一套 那就去做 那問題是 如果這個事情 涉及到日常生活 緊急或不緊急 有這些事情的話 那就 確實很難順便 那如果 只是就是說 我們建立一套信仰 建立一套這個 生活的這個 模式 那作為一種這個 宗教傳播的理念 循序漸進 尋尋你善佑 我去先跟你生活在一起 我去幫助你 我教你英文 我教你怎麼種田等等 讓你喜歡我這個人 信賴我這個人 我信什麼宗教 你就跟著我拜什麼 這是最好的方式 而且通常都是成功的方式 那不是說 當人家已經有些信 我們在理論上 你這個不對或怎麼樣 如果你不這樣做 你會有利己的危險 這個 因為他沒有看到利己的危險 所以他不會相信 不會接受 甚至會引起反感 然後我們從理論上的辯論 那也是一件 這個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我們一定要 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一起來 肯定一些事情 我所獲得的信仰是真的 我所相信的上帝 菩薩佛 是真的 我就接受他的引導 他的智慧的這個建議 然後改善我的生活 過一個更好的生活 並且以我自己的實踐 作為一個典範 我可以來影響周圍的人 因為 好的宗教 都是要影響所有的人 這一點我們都同意 都認同 都肯定 一定要共同肯定 這一點 就是你可以傳教 而且你相信所說的人是真的 現在問題只發生在辯論而已 而且我說的是辯論 或不是討論 不是互相欣賞 不是互相理解 所以 一個宗教學世界觀的會議 基督教講基督教的世界觀 佛教講 回教的世界觀 儒家講儒家的世界觀 回教講 回教的世界觀 還有新時代也可以講他們 新時代的世界觀 大家都想講 哦 我這樣聽聽 真的好 誰一定要說我聽你好 我聽你對 誰也說服不了 方法論上到底怎麼建立 你要弄高下一定有標準 你的標準 我又不接受你的那個 那就根本 所以我覺得可以在現實生活上 這個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大家好好的 完整化自己的理論體系 並且透過人間的組織 去擴展你的宗教的信仰 去弘揚這個宗教 去讓民眾成為自己宗教的信仰 去改善他們的生活 這大家各自理會 但也常常有宗教內部有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信仰就離開了 這個地方 加入別的地方 通常有這種事情 根本上都不是教育的東西 就跟清朝人批評道德殺人 是同樣的關係 就那個宗教是本身已經變成權力的 權力的工具了 他本身慾望太多了 他打著他的宗教信仰 他的上帝神明徒長 他的旗號 他在滿足個人的權力 通常是這樣才會有 這個宗教團體變成不好的 宗教團體的情況 這樣 所以我們尊重所有的這個 宗教信仰以及宗教修煉 還有宗教實踐 包括宗教傳教 都是OK的 但有一點 這個 你知道我們為 你之前有講那個 納粹的理論 那不管是納粹的理論 還是別的理論 這個 納粹的世紀觀 不管是納粹還是別的理論 有一個重要的重點在於就是說 我們可以接受著所有的宗教共同傳教 是因為所有的宗教都是利他主義的 這一點非常重要 不是損人利己 作為一個人是要利他的 那我願意傳教說 我這東西很好我要給你 但我不會說 你不要我就殺你 我就打你 這個就超過了那個界限 然後我不能夠宣傳這個 沙沙沙沙沙沙的哲學 沙沙沙沙沙的宗教 或者是納粹的世界觀 我不能夠接受 隨人利己的價值觀 世界觀 儒家也服務了人生觀 佛教行菩薩道救度動生 神愛世人 所以我們基督徒也愛所有的人 這樣的世界觀呢 大家一個經驗現實生活世界裡頭 不同的宗教組織 如果能夠和平相處 互助合作 一起開同樂會這樣 那都是很好的 但假使不能夠互相相處 全部都是權利的問題 真的不是教義的問題 請問老師剛剛說的 那個 因為我聽的時候 聽起來只是一個標準 那那個標準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他們都脫離某一個世界觀嗎 就是我們 它是不是一個所謂的客觀的標準 然後每個 其他的世界觀都已經告訴你這個標準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老師似乎也是提供 就是提供了立他的這個標準 那舉例來說 那為什麼會認為說 有太人就是他 他不是一個人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不用利他 因為他 跟動物沒有兩樣 我講的就是比較 提供一點 對 但是 但是就是我好奇的時候 那老師的架構 其實是 如果老師的認知 你會怎麼理解 老師當提供的標準 那那個標準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我們 為什麼 或老師要怎麼 檢證這個標準 或我們 憑什麼要接受 老師當提供的標準 特別是 就是針對 像納粹或比較極端的一些世界觀 因為他們可能 可以說 我們這個邏輯也是很 很 就是很普遍嘛 如果我們就不認為這些人是人 那 我們還是 就是 他們還是會慘教 就是傳給某些人而已 然後其他就 就不是人 所以傳給他們 那老師會怎麼 怎麼說服 這些納粹主義者呢 宗教 跟宗教的差異 在於 創造什麼 它在世界的結構 反而通常不在 平等 利他 助人 這些價值 所以呢 是人間的倫理的 可以接受的這些價值的 恐怕都符合所有宗教的價值 所以佛教會說 就世間法而言 儒家講的都是對的 我們不能過去討論儒家講的世間法 佛教也有世間法 原始佛道的十善行 就是不要有十惡行 十善行跟不要有十惡行 的內涵跟儒家的教法是一樣的 相信基督教佛教也都是一樣 所以他們本來就在這些事情上 並沒有價值觀的衝突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一個這個 理性的研究歸納同性 發生在這幾個價值觀上都是一樣的 就世間法而言 差別只在這個 它在世界的神學系統 各自不相同 問題是這一部分 從知識論的角度 就是個人有不同的經驗 所以我們無法驗證 也難以就是說普遍化 所以變成一家一家 各地說的各地 那就彼此互相尊重相安無事 這樣是最好的 所以你看利他這些東西 儒家 這個 國教 基督教 回教 新時代 講的都是一樣的 但你到更細節去講的時候 它的理由會不一樣 因為它是世界觀不同 但世界觀不同 如果變成我們要攻防的重點的話 那就是我說 就是傲慢這種東西跑出來 那如果世界觀的不同 就互相欣賞 那就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交響樂團演奏 中國國樂演奏 然後呢 這個合唱團唱歌 你看他們使用的器具都不一樣 都唱出很好的音樂 就我們現在規定 不能夠用那個琵琶 鼓針 消敵 只能夠用這個場館 鋼琴 什麼 小吉琴 大吉琴 薩克斯風 來演奏 也不能唱 這樣子 那就傲慢 強迫別人 事實上各種管道 通工都可以發出好的聲音 只要是好的聲音就好 就只要是利他的就好 只要還是可以相信 對 還是可以回應就是說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用這個標準 去拼掉一些不好的聲音 邪教 他鼓勵人們脫離家族 然後呢 指信仰他的教徒 然後呢 甚至呢 會自己懲罰自己 乾脆自殺好了 哇 那這是認真學教 那像這些標準 就可以有社會學 或宗教社會學的 這個研究 把這些現象挑出來 一個宗教內部 有了這樣一個現象 那就是有問題 就是宗教師 性格暴力 暴力 脾氣大 被罵了 被恐怖 恐懼這樣 恐懼而不敢脫離宗教 這百分之一萬就是邪教 有人去上教會覺得很恐怖 不會 一堆人信教沒上教堂 而且這個宗教很正常 信佛教的也是一樣 有人說我這個 我信了某一位大師這樣 然後我如果不去看他 故意之間不去找他 會很恐怖 他晚上會到我夢裡來 把我的魂魄給活著 那你信的就是邪教 還有什麼好多 反之一萬是邪教 所以你為什麼要信邪教 因為你有不正當的慾望所要滿足 他告訴你說他可以滿足你 自己滿足的沒有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就被控制 所以 學教跟這個 正大光明的宗教 差別也是很清楚 我在上通事課的時候 我會認真講這些學習 因為必須要這樣 你到底是進了一個邪教 還是進了一個信仰的 正信的宗教 就是 你不去那邊你會覺得恐怖 那你真的就不要再去 非常恐怖 以後還會更恐怖 如果你不去那邊沒有什麼關係 大家也滿願意去 滿願意去 你就吵到去啊很好 你越去越快了你就吵到去 這樣 所以宗教是性格暴力 性格扭曲 用威權來控制性 招數很多啊 搞政治人都會 宗教師也會 那全部都是政治 那不是政治 宗教是立法 勸人為善 確實是 但我們也不必 因為我們是責任性 不必因此很簡單 宗教都是勸人為善 所以所有宗教都一樣 我們責任性不能講這個話 只有太承包了一點 它的上層建築 差異很大 差異都是在他在世界觀 出世間法的部分 世間法沒什麼差異 我基本上認為 這個 現在佛教的人間佛教 很多的做法 就是基督教的教會在做的事情 完全可以拷貝啊 沒有問題啊 基督教可以辦旅遊活動 可以辦教育事業 可以辦出版事業 可以辦上教堂的讀經或什麼 基督教教會做了很多 所以現在這個中國的佛教 創導人間佛教 辦活動 這完全是基督教教會在做的事情 世間法沒有任何問題 不會也不會有衝突 那就個人信任 不必強迫說這個 絕對不可以去限制說 你只是信人 不能夠信別人 然後你信別人 你死後的魂飛破散 回不了上帝的懷抱 這些都是一種 宗教控制 這些都是政治 而不是真的宗教 所以我們在談這個問題 可能 宗教社會學的觀念出來 可以把這個問題禁止 好 你還有問題 那下面 第二個問題 有點像折現剛剛的佛樂文法 那陳老師怎麼定義俱立呢 老師強調我們 老師強調我們必須要負責任 否則不能夠成君或聖人 那老師 意思似乎是在說 道德上我們必須要負責任 不能夠以惡報惡 那陳群詩公佛論 會怎麼鼓勵一個 一位就是受到創傷的孩童呢 要就是要求他們 雖然這一點的傷害 可是要去 應該要行之善 這其實群詩的腦子 沒有在想這麼細膩的問題 這是屬於小朋友的 心靈創傷的一個重建的問題 群詩的理論 沒有在碰這樣的問題 但如果我們說 儒學的理論 或任何的理論 就是 相信人性是善的 我們應該這個 這個 不要這個報仇 當然因為 群詩講的是性惡論 可是 群詩雖然講性惡論 他的目的還是要人們 成為君子 成為聖人 他不是說 因為他講的性惡論 所以被人家打 等你長大以後去報仇 群詩理論沒有這個東西 性惡論 但是人還是要為君子 這樣子 好 但是要群詩來幫助 這位瘦瘦瘦瘦的兒童 這個理論不好用 但是其他的理論都可以用 都一定可以用 但是首先不要急著叫他去原諒別人 他身體就是 因為他情緒 因為他身體在疼痛 卻讓他身體復原 然後這件事情就等他長大以後再說 長大以後他就明白了 人生的意義 生命的價值 人生的艱苦 以及人性的 這個 種種的障礙 所以 別人可能會 他心裡有問題 所以當時沒有傷害你 那 如果你很健康 很努力 能力很強 自信心補大 你自然而然會原諒 但你如果不努力 你自怨自愛 你好扯懶做 你怨天尤人 那你會恨他恨一輩 不過你這輩子也會 像這些 不是很難處理的 但是不要一定要用徐止的理論 就他沒有出來這麼細膩的理論 好 那再一個問題 老師聽聽 夜水星 老師聽聽 夜水星時 說他沒有符合 從純粹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 沒有符合這個標準 或沒有符合哲學辯論的模式 那請問老師在這裡 是怎麼定義哲學和哲學的標準呢 嗯 好 這個 哲學就是要認識 哲學基本問題 那 當然孟子沒有去談什麼哲學基本問題 所以顯然我們今天一看就知道 那是人性論的問題 那是功夫論的問題 朱熙一看 我們知道 這跟西方哲學思辨哲學的形象學 曾有論是類似的問題 其他呢 那是跟孟子陸孝和王陽明一樣的功夫論的問題 這樣 好 所以當 朱熙跟王陽明陸孝在講功夫論的時候 夜水星竟然不尊重 當這個 異傳 或者是朱熙在講形上道體的時候呢 夜水星也不尊重這些東西 然後你這東西跟佛教學的 所以他只管他的那個事工建設的這一部分 這部分OK沒有問題 這樣 但你不能夠去否定一個學科 否定一個學科 否定一個學問 否定一個學科 否定一個學問 就你做事工呢 你還是可以去做事工 但你否定學科 否定學問 就好像狂犬廢車一樣 你叫 你叫 再叫 你叫再大大聲 沒關係你繼續叫 反正你叫了也沒用 這個哲學問題還是存在 所以我們今天中國哲學 我們在講功夫論 但你沒有必要去否定知識論 你也沒有必要去否定邏輯 西方哲學那個邏輯 你也沒有必要去否定語言哲學 否定又怎麼樣 那是一個學科啊 那是一個學問 就像莊子去否定 莊子沒有否定 莊子是因為跟會師吵架而已 但如果有人去否定民家的學說 有什麼好否定的 他就是一個學問嘛 你到底要否定什麼 那如果說要 這對你眼前的問題 要怎麼解決 你旁邊解決方案就好了 搞民家人也沒有說 叫你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那民家可能無助於你解決這個問題 那民家也沒有強迫你學民家 然後不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你要解決你這個問題 就好好解決你這個問題 不要說因為民家沒有辦法解決你這個問題 所以民家是個沒有用的學科 講這話也是沒有用 你說他沒有用 他還是有用 只是不用在你要面對的問題上而已 所以每個東西是一個學科 他都面對一種問題 形成一套一個 所以這個 那什麼是這個哲學的標準 什麼是哲學的這個辯論 各位心中都有許多的答案 就是那些答案 沒有什麼問題 我意思就是說 夜水晶它沒有理解 人家在談什麼問題 他只就事工上就全部攻擊 而不是哲學 是什麼 定義不清楚 標準不清楚的問題 那是剛好夜水晶也是個 這個官員也是個 這個好像 演員也是個理學家 所以會發言對這些事情的 這個看法 但是呢 這個 現實世界裡面 覺得哲學沒有用的人 很多啊 你走到街上就會看到哲學沒有用的人 只有少數人比較有見識 蛤你是哲學 哇好了不起 覺得蛤 哲學沒有用嘛 所以 我意思說 我覺得夜水晶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也沒什麼好跟它吵 但是呢 我很害怕就是有些非常念哲學 非常努力的去替夜水晶建立它的辯論的合理性 那我只如說 那你也不了解哲學 是吧 包括代政 我也認為 那你也不了解哲學 你或許了解所謂的經學 或許了解所謂的儒學 但是你不了解哲學 你認為這是儒學內部的理論戰爭 我說錯 這根本就是哲學跟非哲學的戰爭 它不是只是你們單單儒學理論內部的戰爭 因為你那樣的討論方式不是哲學 好 宣諾 我相信 我問老師的地方是這樣子 就是 你個人到處自覺 對 在 勾力之之 這一邊 有影響嗎 當然有 好 你問完 你先問完 就是 好像老師說 勾力之之 就是 一種客觀盤的 就是 對外地 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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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 理 有道理 即 客觀監視 就是 因為那個 就是也讀過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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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外地 無形之全地 大怨 這樣子 所以 那個 狗 其實當中 它自己對 那個 演出的 學家 對自己的 心理的 那個 價值攀 攀 那個 已經有 已經明確攀了 所以 這樣子 狗 其實 裡面 已經包括 這種 個人的 指導的攀 這個價值攀 這樣子 人家問我是不是 這個 是 是 我們看大國 古之 欲以明明得於天下 它這已經是一個道德意識了 欲以明得於天下 已經是個道德意識了 然後要自治在國務 所以 德務之之的動機就是要 明明得於天下 要治國 要齊家 要修身 所以我落實在 德務之地 因為我正要去 開道路啊 肯荒地啊 建學校啊 煮水壩啊 發展農業啊 等等 測量氣候啊 等等 所以我要做客觀的知識的 學習 因為我有一個學習它的目的 我要用在 正德利用後生 扶國立 建設的事業上 所以 前面已經預設了 道德意識 好 客觀知識學好了以後呢 還要再一次的強調 道德意識 為什麼 你這個專業很少喔 那你可不可以那個 我提一個方案 對我有利 你簽個字 因為你簽名有效 這樣 我就買你的專業立場 這個 投資我的公司的產品 不可以 因為我要還是要 你要堅守你的道德 你的專業的這個立場 然後呢 要用最好的 這個招標的這個工程 才是 推薦給政府的工程 你這個專業人 是不能夠被人家買的 你不能夠被人家買的 這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專業知識 誠意正心 所以有了專業知識之後呢 道德意識 還要再強化一次 這就是你世上磨練的時候 所以中庸 莫先夫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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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君子弟聖子夫飲 戒身夫其所不足 恐懼夫其所不穩 平常就要意識到 然後當關鍵的時刻 富貴不能贏 貧賤不能贏 威武不能去 一定要勝利 為什麼 因為他都是私下偷偷找你 他不會在開會的時候 欸 他你不會投我一個 他不會公開這樣子 所以一定是私下給你 所以呢 要勝利 誠意正心就是勝利 所以前階段道德意識 因此來學專業知識 後階段道德意識 把這個專業知識 用在福國利民 利他 而不是省人利己 OK 是 No 不需要去講 不需要 任何時刻都要講 為罷涵癡 以罷查恕 不要 veut罷涵癡 以巴茶室 平常要道德意识 关键时刻更要道德意识 这个世上无恋 老子讲 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 你之无为 你时之刻刻都要损 你权力越大 贿赂越大 就这样 你完成了一件事情 贿赂又来了 你要不断的损 不断的损 所以格武之之之前 预设的道德意识 格武之之之后 还要再做一次道德意识的强壮 不是多余的动作 因为我们讲的是具体的修行 修养 功夫次第 具体的修养 那你如果是讲根本的理论 那当然 本体功夫一提起 格子成人说起制度 一次完之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任何时刻你都要道德意识 但我们现在是从次第上讲 格武之之之前 预设了 预名得与天甲是个道德意识 格武之之之后 又必须再度成立正心 再确认一次道德意识 是这样的 这就限制有道德意识 这不是多余的 但是我已经强调 每一个功夫次第中的阶段中的功夫 它全部都是本体功夫 所以它全部都是有道德意识 每一个都是有道德意识 所以只是不同的本体功夫 排一个次第的次序 虽然我刚刚突然教的 可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 所以还是重新教一次 这两个问题是什么 如果您只关于今天的经典权势的问题 然后就是怎么样来说 就是一个后代的一个女士 她对于今天的权势 说她是接近1万亿 然后就是是不是老苏作人认为 就是有一种可能 就是像一个录制人说的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有一些就是列程相传的 这么一个不传之 其实是一个秘密 然后都能够有后代的一些 录制者能够完全的来掌握它 还是说这种 就是谁某某某人得到了恐怖政权 或者是文学政府 这种还是一个互相的一个 政治化的一个攻击 这个 鹿香山有没有得到古顺相传之子心的这颗心呢 我认为有的 王阳明有没有得到呢 我也认为有的 问题就是当他们批评珠希不见到的时候 犯了错误 好 王阳明倒没有说珠希不见到 但是外心与理 这样 这是理论能力上的问题 为什么犯这种理论能力上的问题的错误呢 智商明明那么高 好 那 反正两种心理因素 第一种心理因素呢 他同时代的跟他一样做官的人都是混蛋这样子 他们都读了珠希的书跟我一样考上瘾这样子 拿了博士学会当了教授当了大官这样子 所以很生气就把珠希骂而骂这样子 那另外也许就是博拉松自己觉得 要跟珠希PK一下 为什么要跟珠希PK呢 那你跟珠希PK不然你要跟谁PK呢 当然是要跟珠希PK啊 因为珠希是最伟大的哲学家 最伟大的义者 所以呢 一定要跟珠希PK一下 但是王耀明有没有得到孔孟相传的道德呢 这颗心呢 先不要讲道德 就是这个孔孟真传之心呢 我认为当然有 他就是一个义者 如果者这个心是什么呢 就为天下人服务 必要的时候杀身成人舍身去养 何自成正修习制品 圣读成义 这都是孔孟的心传 仁义以至根于我 良治良民我故有之 这都是孔孟的这个真传 陆香山也得到 华耀明也得到 只是华耀明得到的 比陆香山那个量还更大 这样子 珠希我当然认为他也得到 那珠希的进度就是 那我把孔孟所讲的先秦 秦汉之积的儒学的经典 好好的整理一遍 下学问的大功夫 这不是大气魄 大志业 大秦丹 大儒者 谁能做到这个经济 所以珠希 当然也是得到了这个心 只是他不是投入观察 他是所有的这个典籍的整理 这样 基督教不是有个多玛斯吗 多玛斯干的事业伟大吗 当然很伟大 珠希很像啊 对不对 我宗教的这个理论好好的建构 这个大学问家在干的事 亚斯多德也是个大学问家 百科全数是大学问家干的事情 所以珠希也得到 现在的问题只是互相攻击 但是我们要厘清一下 他们的互相攻击里面 我要告诉他一个重点 他们所信仰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真正的攻击都是说 对方功力太差 修养不到位 所以所有的攻击都是什么 都不是道统是什么的攻击 而是什么 人身攻击 根本就是人身攻击 要不就是什么 英识祖述其说 良识批判禅佛 英识祖述其说 述诸政治重生 说你已经叛党叛国 叛教 叛学 叛教国 都是这样攻击 真正就理论内容的 朱希跟陆向山变太极诸说书 第一太极是无形的 两个人完全同意 然后太极是理 这也不是问题 那到底阴阳是行为上 还是阴阳是行为上 这个概念定义的问题 语意学约定义 根本不是重要的哲学问题 扯了半边 就是说你是禅 你是佛 不 你才是禅 你才是佛 那干嘛 这已经不好看了 所以 道统之真 真的都不是道统的内涵价值 这个东西根本没得真 也不会搞错 真的都是对方做的够不够好 那去讲这个感觉 他去修养不够 才会去说别人做的不够好 才会去说别人做的不够好 大师中的大师 不会去说别的大师不好 那个说的就是修养境界的问题 不是他所信仰的道 信仰的宗教 他所接受的价值观的问题 都不是在说这个 这个你也没得说 都是对方的境界高不高 所以不是在征道统 在内涵 而是在征 谁能够排在道统的里面 这样子 全部都是意气之真 本人正宗宣布的 全部都是意气之真 不是 我已经写在我南宋五爵的书上了 诸禄之真 结论的意气之真 根本不是什么意气 理论之真 现在我们就跟这个相关的 他学的合约 评论的所谓竞同和所谓方式 事业的承担真的是不容易 一代一代的辱者 承担这个 辱者的慧悦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爱什么 爱法性 爱天下 然后不同的历史 改朝换代 这个敌人攻进来 然后呢这个抵御这样 然后重建 然后呢维持朝纲等等 这些都是现实实践上 如早在做 这个做法 同时是继承 继承这个价格信念 同时是创新 因为你所面对的局势 就是你一个人在面对 孔子梦子都死 王二明珠希也都死 王二明珠希活着的时候 这日子有没有搞得很厉害 对 都是你在面对 所以都是你生命的一个创新 那这个是指的成为这个 实践的角度 那如果是从这个 理论的角度的话 那当然就是 我接受了这个价值意识 那我就是记住 可是呢 在理论的细节上 一定有创新 主要是责任家 都是有创新的 主要卫法案发查识 这也是创新 智良之于世事物 这也是创新 唯一没有创新的是路向三 他全部都是背梦 但他实践上 他由他的生命去实践 就实践上他还是创新 但是不是理论的 那如果你要研究 陆香山理论的创新 那朱希的理论的创新 是他的一千倍 甚至一万倍 所以其实陆香山真的是一个实践者 教育家 而不是一个理论者 他讲了一些话 陈茂也是创新的不多 他这个形态是进界工作 陆香山也是创新不多 他那个形态就是要求自己做工作 要求弟子做工作 还不上他也怎么样的理论的创新 王亚比的创新呢 创新很尴尬 他就是把大学的文本 用梦子的道理重新解读 让大学非常的委屈这样子 心意之物扭在一起 重复又重复这样子 刚才那个玄伯问的 那个会不会重复啊 干嘛要再来一次 我在国外面就非常重复 是正希 诚意 一定要自知 一定要得你自己的讲 全部拧在一起 所以那个 战甘全就说你是个别床家 所以别人都看了这个 就他自己呢 硬是要这样说 这样说也没关系 我们说错误的创造性全是OK的 问题是他一定要说别人是不对的 所以我讲了N的N次方的N次方次 哲学家讲自己的东西 字元其说OK的 你那个字元其说原字学错 字元其说都是OK的 但是你批评别人是不对 因为你不了解别人的问题 所以哲学史上一直有创新啊 孟子对仁宇是个创新 周恩义传对仁宇孟子是创新 董乐乐春秋烦怒对于中庸义传 又是一个创新 周敦宇的太极图说跟通书 是针对这个中庸义传 论语孟子的一个再创新 张宅那真的是创新啊 这个量又比周敦宇又大了这一百倍 张宅提出好多好多的这个理论 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等等 那都是创新 那是存有论概念范畴的创新 道德实践主体的存有论架构 理论创新 心懂性质 天地之性气质之性 于是张宅在讲功夫论的时候 他的话就多起来 善感知天地之性成员变化气质等等 这些话就更好说 因为他这个东西出一个好 成义也是创新 孟子性善论立场的继承 就人存有者的存有状态 以气说永远保持性善论的立场 但是又能够说明为恶的现象 那朱熹就记得这个东西 朱熹就是周敦宜张宅 这个陈昊 陈昊明有什么 周敦宜张宅 陈昊的东西 在易经部分加上少量的东西 的一个整个综合 所以之前 我读中国学习的时候 老师我的资料教 张宅君就说 朱熹是集大成 那也确实集大成 集大成也是一种创新的 别人集不起来 他集得起来 集得起来也是一种创新 可是他这个集得起来 创新以后 他重新住轮椅孟子大学中 四书集 那是他的创新 可这些理论呢 都可以在陈昱 张宅 周敦宜 找到现实 而背景呢 就是轮椅孟子大学中 的意见 一个大的创新 陈昊明没有什么理论的创新 王耀明有一个很尴尬的大学问 大学文本诠释的创新 至于王耀明的后学辩论 功夫操作的方式 是内收敛的 还是发散的 是四无教 还是四居教 我觉得都是不太重要的 这样 就好像禅宗的后期 不同的中风 都很好 但真的没有必要去变了 因为都没有什么理论好支持 他就是一个形态的差异而已 创新的不多了 但当代信仰家是个创新 雄淑利是个创新 摩通山是个创新 因为他的创新消化了哲学问题 西方哲学 所以摩通山当然是个创新 绝对是个创新 而且是最大化的创新 所以创新一定有新的问题提出 然后新的这个密集 或者新的概念使用 至于继承 我认为他们都继 没有问题 你不继承就不是这个学校 那 那个 学摩的那个 不是 对 你的那个 第二集我们就下星期 好 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派人会得继续紧张 他那个表情 然后我们下星期是 除了这个 因为今天问烈水晶同学 烈水晶同学 烈水晶的问题 也太少了 好 算了 我们下次是这样子 王安民 好 好 那我们就用一时间把烈水晶 我们就进入 王安民是最近最夯的一个 这个家 好 下课